三年前我穿越到这个世界 同一天 天上还坠落了两个生灵 一头巨大白猫落于西岭秦国 秦王得知 奉为护博神兽 三年间东征西讨灭六国统一大半西岭 另一头神火猪鸟落于南荒大洲教 大洲教弟子五兆巧玉猪宁 三年后五兆横空出世 纵横南荒十九教 未尝一败 不过 没人知道三年前的那一天 天上坠落的并不是两头生灵 而是三个 当时我捡到了一条从天而降的尼丘 我以为他是什么神兽 便与他签订了灵魂契约 过后发现尼丘并没有什么特殊能力 比起凶艳无双的白猫跟猪女 这条尼丘若抱 反倒是我的魂魄 可以附在尼丘身上 在水中四处游走 看看能否找到一些值钱的东西 来换取食物 偶尔也会对附近的鱼欺负 因为是附体 咬在他身上和咬在我身上一样 前面是绝部村 村如其名村子人精牺牲 而这可爱的小萝莉 就是我的妹妹孙长燕 看到我平安回来 高兴地张开双臂扑到我崴里 瞬间我感觉自己的腰子要被撞碎了 我心想自己早晚要交代在这小妮子手里 我拿出今天收获的珍珠在妹妹面前炫耀 并告诉妹妹明天可以用来换一些吃的 妹妹却看到尼丘在吃有寒毒的食人鱼 我却不在意地说 没事让他吃吧 毕竟能活着就行 可到了晚上我发现事情有些严重了 应该是附身尼丘时被有寒毒的食人鱼咬到 现在寒毒发作 我还能忍住 并发誓总有一天要带着小妍离开这坡地方 而此时外面却有一只巨大的未知生物 正朝着村子走来 小妮丘察觉到有危险靠近 一下跳到了我胸口上 全身散发出柔和的金光 此时我感觉身体暖痒痒的 寒毒引发的不是也消失了 而且伴随一股金光涌出 未知生物却被这道金光内寒的能量震慑了 天一开本就像落下的大脚 踩碎了隔壁的房子 怪物不敢再继续逗留 直接就跑路了 顾名所以的我 早上起来发现昨天的寒毒居然消失了 按照我多年的看视频经验分析 这难道是尼丘的杰作 我开心的抱起尼丘 三年了 我的外挂终于要觉醒了吗 秦王德幽名白虎堵一六波 战无不胜 五区的烈焰朱雀横扫十九脚 未曾一败 我对北名巨坤小池塘里寻宝 升级打怪全靠吞 小尼丘吞噬后的能量 会传递到我的体面 不知不觉我的身体也变得越来越强 对待经常欺负自己的官差 也有了对抗的能 这突如其来的改变我也惊呆了 我想这应该就是主角 都该有的待遇金手指吧 而且我能感觉到小尼丘吃得越多 传递到我身体的能量就越大 就在我兴奋的时候 天上突然掉下来一团光 我躲在草丛后 看到光盘里跳出来几个人 难道这些人就是修仙者 我心想这些修仙者 来着穷乡僻养做什么 却不成想被其中一人发现 顿时一柄飞剑飞快地向我刺来 当时这把剑距离我的脖子 只有零点雾 发现我试的村童后 他们并没有拍在我 甚至质问我坟丘怎么走 我告诉他们 我们村后面的那座大山就是 并好心告诉他们 那是座大坟 里面埋着不死的妖怪 去的人最后都尸骨无存 非常危险 我告诉他们千万不要去 没有人能活着出来 他们却不屑地说道 你道爷就是来帮你这批鸣 斩妖出没的 我心想又一帮赶着投胎的 真是好心为了狗 临走时他们怕邪气 会影响宝物的灵气 便把身上不用的物品 放在结界内 好巧不巧正好让我看到 他们走后 我来到结界前心想 反正你们也没命回来拿了 避免浪费 而且我发现结界 根本挡不住小妮丘 没想到里面有这么多东西 只可惜了这些东西 在村子里没办法花了 正当我思考 该如何处理这些宝物时 我发现小妮丘居然 吞了我的大宝剑 我可真不想他因为 吞了个剑挂掉 但我发现他吃进去后 吐出来剑的品质变高了 小妮丘终于开始进化了 而且我体内也感受到了 一股强大的能量在汇集 接下来我知道 我的人生快要起飞了 我的神兽隐藏着 一个巨大的秘物 所有被他吞噬的东西 都将转化为我的能量 就在前不久 我附身在小妮丘身上 去河里寻宝 居然发现了两颗 巨大的稀有珍珠 珍珠瞬间变成了 巨大的食人鱼 我看他不像在狩猎 反而想在埋藏什么东西 等他走了我来到小土堆前 拍打掉覆盖在上面的泥土 也不管是什么东西 直接带走 食人鱼发现后 开始对我穷追不舍 看到小石头缝我一头钻了进去 我正暗自信心长的小眉反倒 转身发现后面有条双头巨蛮 真是出了狼窝又入虎口 眼看小妮丘被紧紧缠住 无法脱身 我挑进水里怒吼一声叠啪 爸爸来了 刚入水就被巨蛮用尾巴缠住 在这千钧一发之际 我手起刀落 一刀砍在巨蛮腰子上 疼得他嗷嗷直叫 小妮丘正脱后 反口也咬在了巨蛮腰子上 疼得他边骂边叫 给点尊严行不行 我见实际刚刚好 一刀送他见老表 这应该是我目前猎杀过最大的雨了 将于分解完台上岸 小妮丘就迫不及待开始吞噬 吞噬完小妮丘的伤也已经好利索了 抱起今天的战利品 准备回家吃烤鸿鱼 刚到村口却看到一个修士 耍酷的靠在树旁 我心想最近怎么来了这么多修士 估计又是去后山送死的 却不成想男人直接叫住了我 我那么我是书出生了吗 他却一把搂住我让我别紧张 他就是想问个路 大叔见我骨骼惊奇并身负伶俐 不是普通村民 而且还不断对我问东问西 我心想他怎么知道我体内有灵力 修士普遍漠视凡人的生命 莫非他想对我不利 我单手握刀 心想只要感到危险 反手扎他腰子 他拍着我的肩膀说道 只是好奇 在这穷乡僻壤也能遇见一位 觉醒灵力的年轻人 见他对我没有恶意 我也给他指了指坟丘的方向 大叔走时问我可有事成 我表示没有 出生后就一直在这了 大叔说我是个好苗子 临走还送了我带东西 说对我有帮助 我觉得大叔人不错 在我的劝阻下 他依然要前往坟丘 回家后我拿出今天收获的东西 实在看不出有什么特别 居然让那个凶兽这么在乎 还有大叔送的这些东西 东方应该是他的名字吧 居然还有丹药台甲和飞剑 而且都是上好的法宝 趁我不注意小泥丘张口 就吞了一柄飞剑 气得我骂倒 你这臭泥丘什么都吃 快吐出来 见他也不吐 于是我用力一拍 咻的一声 一个黑色的弹丸飞射而出 威力之大直接撞碎了外面的墙壁 反弹回来小泥丘张口接住 我心想 这弹丸威力堪比穿假弹 这莫非是小泥丘的新技能 既然你这么强了 我有个大胆的想法 我的神宠不一般 吞刀吞剑吃仙丹 吞噬后的能量会转移到我身上 而神宠也会获得一个技能 可是他什么都吃 我真怕他哪天就隔屁了 就在刚刚 我和小泥丘去收拾掉昨天的怪鱼王 可能之前抢了他的宝物 俗话说仇人见面分外眼红 怪鱼王一身怒 喷出一道刺眼的蓝色光线 小泥丘仍蓄力 周围的能量肉眼可见地 汇集在小泥丘的左边 众所周知能蓄力的招式威力都大 眼看光线逼近 小泥丘依旧沉着冷静 蓄力完毕 只听见喷的一声 这是物体在超高速运动时产生的音爆 小泥丘喷出的铁球突破了音速 怪鱼王对自己的护甲非常自信 纵横将和几十年未曾一败 下一秒 铁弹直接穿过了怪鱼王的头 一代鱼王就此隐恨西北 我将其拖上岸 心想这一代以后就是我说了算 顺利地在鱼王身上取出两个蛊猪 这颗蛊猪看着还挺值钱 就归我了 怪鱼王的肉归小泥丘 俗话说亲兄弟名算长 顺便又奖赏了小泥丘一颗丹药 补充刚才消耗的能量 没一会小泥丘就将怪鱼王吞噬完 我盘坐起等待接受能量转换 一股暖流涌进身体 而且我能感觉到这次和以往不同 暖流如同滔滔江水连绵不绝 黄河泛滥一发不可收拾地涌向我的腹部 腹部上逐渐形成了一个古朴神圣的龙形图案 之前左胸凝聚了个一文 现在腹部又一个图案 啥情况 以后不会全身上下都是图案吧 我计划着等离开这里先找个宗门拜师 最好是个师姐特别多的宗门 正当我在歪歪时 突然上方传来一声大叫 天上居然有个妹子在遇见飞行 但是好像手把还不怎么样 驾驶起来摇摇晃晃 让我想不到的是 她居然跳剑了 而且直接向我就扑了过来 还喊着让我快让开 我心想凭什么要我让开 我就不让看能怎么样 真好 还要我去 这条鲤鱼王不简单 为了修炼技能 每天都要吐一千的铁带 否则会腰子疼 就在刚刚因为乱开炮 从天上轰下来的修仙者 好巧不巧直接砸在了我的身上 这个女人也没想到 飞得好好的居然被一条鱼打下来了 自己没有受伤 主要是身下的肉垫救了自己命 女人为了表达歉意 称愿以身相许 我果断拒绝 当我转身准备离开时被她叫着 女人掏出一块令牌 拍着胸壳说道我是朝廷公差 我有事想问 我马上换上一副 没有见过世面的村童状态说道 差也有什么事 她用手指了指村子后面的大衫 问我那里是不是坟丘 得到确认后 她疑惑坟丘附近有着浓郁的邪气 这的村民各个寒气入体 眼前的少年却如此健康 女人皱了皱眉头 让我把手给她 我心想这是遇上什么怪人了 没等我挣扎 直接一把抓住了我的手 双指按在我的脉门上 感觉一股淡淡的暖流 从女人手指中不管 感受到身体被外来能量入侵 体内能量自动爆发 瞬间将二人震开 我的手仿佛被高压电击中了一般苏玛 女人神色一变 沉声问道你失成哪家 我被问到一脸茫然 女人心想 好强的更精灵气 至少凝聚了一文的境界 这其中必有蹊跷 我不耐烦到还有事吗 没事我要走了 不料又被女人喊住 女人拍着胸脯说道 她叫云念影是吴国天朝司的官室 来此调查坟丘的诡异事件 我看天快黑了 告诉她这里晚上有怪物出没很危险 并问她晚上住在哪里 她非常自信地拿出一个类似胶囊的东西 表示今晚就住这里 云念影面洞口绝 房子在一块空地上飞速变大 轰然落下变成了一座小小院落 我无语道 这你马不就是七龙珠里的万能胶囊吗 眼看太阳就要落山了 临走前我告诉她最好别睡房 挖个坑睡更安全 可她怎么也想不明白 自己还活着为什么要睡坑里 转眼夜深人静 云念影回忆今天所发生的事情 却不知危险离她越来越近 一头晴天巨怪突然出现在她房前 而怪兽的方向就是村后的坟丘 而云念影的房子正好在怪兽的路线上 一只巨大的脚掌落下 只见云念影飞快逃出 身后的房子被踩了个粉碎 此时对外面不知情的 我还在想着接下来的计划 这个龟壳是之前得到的宝物 直接让小泥丘吞掉 看看能得到什么技能 瞬间一股能量传输到了我的尸海中 这居然是三分元灵术 是一门针对冤魂历鬼的法术 看来只要将相应的秘术喂给小泥丘 我就能直接学会了 第二天一早我来到昨天云念影的住处 眼前是一片狼藉心想她就这么挂了吗 这么漂亮的妹子太可惜了 突然树上传来一个声音 她还活着并对着我问道 你有多余的衣服吗 昨晚逃走时来不及穿 我却呆呆地看着她 瞬间血气上涌 这个角度真好 我不小心把心里的想法说了出来 休得她暴怒 结果就是我直接飞升了 我心想也这次不亏 这个女孩是第一次尝试不穿内衣 爬到树上掏鸟蛋 只是因为她的房子 被刚烫完头发回家的怪物见她 说来也巧 这个角度正好被站在树下的我看到 看得我血气上涌 下一秒 我就被一巴掌扇的亲妈都不认得 之后换上我给的衣服 她那么我这么早来到村口干嘛 我说是来交活命税的 这里的土地无法种植粮食 村民没有食物 只能靠打捞珍珠为生 再用珍珠向官差们换取食物 就在这时 一群官差带着食物来到村里 村民们排着长队有序缴税 但我没注意的是 昨天被我殴打的官差一直盯着我看 她大吼一声让所有人滚开 我注意到她这次带来的人多 明显是想对我不利 看着将我围住的官差 我也老实地交了两颗珍珠 但官差大喊 现在一颗珍珠价值一带食物 这也震惊了村民们 显然交了两个 但只说我交了一颗 她见我不服 开始出口嘲讽 甚至拿起刀冲向我 但是我的实力和以前不一样 轻而易举躲过一刀 顺便连人一脚被我踢了几米远 看到这一点 一旁官差甩出一条锁链迎面而来 我没想到小官差也会有法器 但在我眼里还是不够看 在躲开的同时 我抓住锁链用力一拉 然后拿出补刀 咔嚓一刀割断了官差的右手 官差们发现我实力很强 准备围攻的时候 轰了一声 云念影踩着飞剑落下 我乃朝天司云念影 不想死的都给我助手 作为一名大巫官员不依法行事 而是在背后欺负百姓 看到此人是朝天司的人 官差们不得不迅速撤退 然后云念影施法 让车上的粮食朝村民们飞去 这些粮食都是他为衙门道歉所做的补偿 我没想到朝天司这么用 更没想到 他都穿成这个样子了 那些官差居然问都没问就行了 所以我又被打了一巴掌 最后他说要回朝天司一趟 依附下次见面再还你 然后踩着飞剑飞走了 是什么样的洞府才有这种排面 竟让官二爷做门神 而且能在万丈深渊的深海建造 就在前不久 我和小泥丘像往常一样在深海中寻宝 突然 身后出现了一只四眼大王霸 我急忙指挥小泥丘过去看他 小泥丘毫不犹豫 张嘴就咬住了忍者神规的中指 然后转过头送他一条香辣鱼尾 王霸表示爆拉一时难以接受 我看准时机顺手给他做了个绝育手术 没想到这王霸表示 没做好心理准备一时有点接受不了 冲的小泥丘就是一招霸王吐息 小泥丘回头蓄力对准王霸 就是一记冲压嘴炮 只见一条迅猛的水柱朝大王霸喷去 王霸引以为傲的防御在水柱面前不堪一击 身体瞬间被贯穿 小泥丘将怪物拖到岸上 两人饱餐了一顿 强大的能量开始汇聚在我的小路 使得龙蝇泛起淡淡金光 居然进化了 印记明显变大了一号 目前不知道这印记有什么作用 一块黑色的盾牌掉落下来 看起来很厚重 拿出匕首就想测试一下印度 咔嚓一刀 竟然留下了一点点痕迹 果然是个好东西 就是缩在盾牌后面有点像王霸 索性不管那些了 好用才是王道 装起来带回家 突然小泥丘好像是感应到了什么好东西 这是一处海底隧道 墙壁两侧布满了各种神兽石像 居然是人为建造的痕迹 神兽后面的生动一片漆黑 潜到尽头却是一处破败的石门 没想到这里隐藏着一处洞物 从外往里看居然什么也看不到 进来之后 发现海水都被结界隔绝在外 大殿内到处都是怪兽的白骨 虽然年代久远 但这些白骨依旧有着很强的威压 前方石台上面插着一柄黑色的长枪 而那柄黑枪给我一种很危险的感觉 我招呼小泥丘此地不宜久留 可他却像恶狗看到了美食一样 我催促到你可千万别作死 话音未落 黑色长枪就被激活 而且爆发出红色光芒 见情况不妙 我们两个撒腿就往外跑 这条鲲鱼逃跑时心里还惦记着叼了块骨头 真是贼不走空 终于在最后一刻逃出了水面 只听见水面传来了巨大的爆炸声 我无语道 咱们在逃命啊你还有心思啃骨头 但没想到吃了一根骨头居然进化 见他趴在那半天不见动静 我说到别想独吞 好处分我一半 趁我不注意小泥丘飞快地躲进葫芦里 瞬间一股能量传入进我的体内 同时左胸前又凝聚出一个兽陶图案 明显比腹部的图案小很多 正当我潜心感悟时 却没发现已经有人走到我面前了 怎么是云电影那个女人 遇到麻烦的女人只有三十六计走为上策 没成想 她却开出了我无法拒绝的条件 只要帮她办件事 是成就可以免三个月的活命税 您有什么吩咐 我立刻去办 她却让我找几个水信号 帮她打捞一具尸体 这个村子正在举行一个捞尸比赛 第一名不仅能免除三个月的活命税 赢的人还可以赢取村花张继虎 并且获得双虎环游吴国三十天 就在刚刚 张继虎质疑我们几个人本事不行 我说到自己带的人水性好 而且都有过人之处 他表示水下都是怪兽 毛都没长齐的小子也赶下岭江 我心想这次任务不像表面看得简单 所以先放小泥丘下去探一下地形 云电影告诉大家这里是妖兽坟场 有鹰煞鬼欲凶险无比 一处玄关山崖 并且年代久远非常诡异 这些年水未上涨 棺木内的古诗时常落入水中 而且古诗能绕开各个沿岸朝天丝的大楼 更诡异的是古诗在逆流而上 并且行踪不定 此时我正坐在岸边附身在小泥丘上 我感应到附近有妖兽正在靠近 突然 一只四眼大天虫从后方袭来 我急忙指挥小泥丘先引开妖兽 小泥丘转身反口咬在了大天虫的尾巴上 大天虫当时就懵了 我是冲出来被吃的吗 感觉自己受到了侮辱 张开锯口就要吞掉小泥丘 下一秒 一道水柱冲天而起 直接贯穿大天虫 号称妖兽一阶神术第一的大天虫 死都没想到自己连一条泥丘都打不过 朝天丝的女官也没有想到一阶妖兽就这么被击杀了 虽然妖兽已被除掉 但是所有人都已不敢再下水 我表示可以继续 主要是有小泥丘在我不怕 我直接跳入水中 没想到这么倒霉进来就看到一群巨蛮 感受到我的存在巨蛮转身向我袭来 这时小泥丘却露出了他那诡异的包牙 巨蛮瞬间感受到来自灵魂深处的颤动 想也不想转身就跑 小泥丘紧追其后 巨蛮做梦也没想到刚才来是好好的 现在回不去了 我连忙阻止小泥丘 咱们是来捞事的 小心撑死你这馋嘴胖泥丘 应该感受到我的教诲 这次居然主动上脚能量给我 没想到一阶妖兽的能量有这么多 能量汇集在左腹形成一个翼子 吸收完我俩继续寻找古诗 突然看到一只手 我想这次应该找到了 离境点看 原来是村花张继虎活捉了二阶妖兽六眼章鱼 这个掐着腰的村花张继虎每天都要吃十斤海鲜 为了讨好村花 男人们要冒着生命危险去海里捕漏 奈何深海妖兽时常出没十分危险 不是每一次下海都能成功 就在刚刚 张继虎凭借一己之力 活捉了二阶妖兽六眼章鱼 而我和小泥丘还在继续寻找古诗 却看到张继虎和六眼章鱼紧紧缠绕在一起 只看章鱼触手越缠越紧 再不救他今天就只能交代在这儿 小泥丘一个空气嘴炮 迅猛的水柱直接命中章鱼面骨 看准时机我一刀轻松切断触手 抓起掩掩一息的张继虎游向水面 将他交给村长后表示他只是中毒麻病 而我的任务还没有完成 周围搜遍也没有发现只剩下巨龟的洞穴 只要找到古诗 我肯定也能获得不少的好处 而傍晚来临 一个浑身弥漫着幽蓝色火焰的人突然出现 这个神秘人来到张继虎家里 悄悄地放下一个锦盒转身离去 张继虎醒来后心想居然是被我救了 以后要好好谢谢他 发现床边放着一个锦盒 怀着好奇的心态将其打开 突然 盒子喷出了一股黑色的烟雾将张继虎包围 等烟雾散去张继虎醒来 已经和之前完全不同 整个人变得更加绿茶 一个小崽子也想和我抢村花的位置 白日做梦 有这三样东西看你还怎么和我懂 第二天全部知情的 我还是准备去巨龟洞府看一下 前到入口 洞内弥漫出阴森寒气 里面果然有别的东西 小泥丘仿佛嗅到了美味 我俩一前一后向了邮去 小泥丘突然来了个急刹车 好像看到了什么不得了的东西 放眼望去 前面居然就是我要找的古诗 诡异的是他左手抓着一个金色立方体 右手抓着一个红色大宝剑 头上竟然长着一颗树眼 看着这诡异的银幕我不敢贸然靠近 而这个古诗身体有一团枪气 应该是被林郑英所伤 难道他要炼化这道枪气 小泥丘却想去吞了这家伙 吓得我一把将棋拉了回来 这种高端局咱就别掺和 头疼的是让朝天司的人来收拾 咱俩就拿奖励 小泥丘却固执起来死活不同意 在我用临时好处的威逼力右下 小泥丘只能妥协 就当我准备出去搬救兵的时候 感到有危险 刚举起巨盾 一道蓝色光柱就向我袭来 注意看 胸前留下这一抹强大的枪气 需要炼化 就在刚刚 小泥丘想要吞了这具妖师 还没等我阻拦忽然 河水中泛起一道暗芒 瞬间直奔我咽喉而来 我猛地抬起龟甲盾 扑得一身暗芒射在了盾牌上 手臂传来一阵酸麻 什么人 我身躯尽量躲在龟甲盾后 小泥丘博然大怒一口吞噬了这道暗芒 然后咔嚓咔嚓嚼碎了吃掉 张继虎建议不成毁掉装备短头就逃 心下暗骂着是神奴徒有虚名 连那么一只小盾牌都无法穿透 同时他发现孙长明能操控妖兽 看我上去之后拆穿你 朝天司的官爷必定当场放出飞剑砍杀了你 他全力游动快如飞鱼 我看着是张继虎失望地摇了摇头 昨天救你一命 今天就来恩将仇报 张继虎拔出腰间的短刀冲了上来 我身躯一晃巧妙地避开 探手叼住他的手腕然后一抹 只听咔嚓一声他的手腕断 疼得他在水中惨叫 我面色冷然 昨日救他是因为双方虽有竞争 却不至于见死不救 但是他恩将仇报那就不能忍了 而且他看到了小尼秋 这个人不能留 手上用力一拽我一拳砸去 他抬起另外一条胳膊抵挡 一拳打断了这条胳膊后 直接轰在他的胸口上 鲜血从张继虎的蹊跷飘了出来 一桶绝户村的雄心霸业 跟他的尸体一起慢慢沉向了河底 我探手一摸 他身上的面具和弹药瓶落入手中 平张继虎的身份 怎么可能有这几样东西 小尼秋一个走位 掉落的装备被他吞了 从小尼秋那里传来一团暖流 送入我的脑海 是神坡炼造图路 这图纸虽好可自己完全不需要 而小尼秋一门心思往洞里去了 我也不知道那古老妖室有什么魅力 小尼秋就是不肯离去 一定要自己解决 哗啦一声我钻出水面 对着村长说到妖室还没有找到 明天再来 小尼秋还留在河里 并且就在巨龟洞外面守着 到了后半夜 忽然 水中传来一阵轻微的波动 小尼秋猛地睁开了眼睛 正在熟睡的我也警醒 然后魂魄附到了河中小尼秋的身上 黑影看到那一具古老妖师的时候 双眼亮起了血红色的光芒 显然很是兴奋 身上的黑气朝古老妖师附了上去 连续施展了几种手段 却始终无法控制妖师 古老妖师和那一道枪器仍旧不为所动 我感觉到自己眉心中的一文活泼而动 正是这专刻鬼屋的神通三分元灵术 我不再压制小尼秋 然后张开口用力一吸 将那虚幻庞大的恶鬼像整个拉扯了过来 恶鬼像没想到旁边还埋伏着这么一个怪物 一丝丝的黑气融入小尼秋的口中 渐渐的恶鬼整个被吞了下去 小尼秋把口一臂开始消化 恶鬼像在腹中四处冲撞 小尼秋的肚皮不断蠕动 不到一会耳中的鬼叫声消失了 一股清凉的气息从小尼秋身上传来 眉心的一文得了这一股力量之后 逐渐演化为一盏青铜古灯 当中似乎有说不尽的奥秘 关于恶鬼像的一些基本情况 也浮现在我的脑海中 这头魔物十分强大诡异 可以放出恶鬼像分身 而此时的另一边恶鬼像正狼狈地趴在地上 他怎么也想不明白 是什么东西吞噬了他的分身 安然无恙不说居然还没有被他控制 我穿越到异世界获得了一条神器尼秋 只要被他吞噬的东西 都会转化成能量传输到我体内 就在前不久 一只恶鬼分身想夺走我发现的妖狮 直接被躲在一旁的小尼秋吞噬 这是一只强大的恶鬼 当然转化而来的能量也非常大 收拾完这只恶鬼后 只看妖狮静静地漂浮在那里 古尸体内还留有一团枪气 应该之前被高人所伤 小尼秋张口吞噬了这团幽蓝色的气体 然后非常满足地打了个宝格 而此时一股炽热的能量传送到我身体 汇聚在我的左胸形成一枚新的异吻 当我赶开好日子就要来了 却看到前面好像发生了什么事情 村长看见我说道 快来看看官府带来的强大法宝 我扒开人群 看到场中云念影身穿一套精致的蓝色铠甲 并有人介绍这是辟邪金甲 专门抵御水中邪气 看我到来云念影得意地走到我面前炫耀他的新装 随后又拿出了一件新式武器 我一看这居然是一把RPG火箭炮 他却关心地抓住我的双手说要跟我一起下水保护我 而其他官差也奇怪 他们的头怎么对着小子这么好 我心想如果让他跟我下水一切就穿帮了 最后会因为欺瞒罪被朝天司逮捕 于是我集中生智 准备编一个完美无缺的谎言阻止他 我一步来到他的面前 一把抓起他的手握在手中 他面色羞红地好奇我为何突然这样子 我慢慢地在他耳边说道 不要为我去冒险 我不想你受到伤害 因为我喜欢你 我的宠物隐藏着一个天大的秘密 任何东西被他吞噬后 能量都会传输到我身上 就在刚刚 我受朝天司安排到江中 寻找一个前朝古诗 云念影担心我收服不了古诗 特别准备了一套强大的装备一同下水 为了不暴露之前 何底发生的事情 我编了一个谎言 准备阻止他 我说我喜欢你 身为一个男人 怎么能让自己喜欢的女人深陷险境呢 明显他被突如其来的表白 扰乱了心境 他羞涩地说 虽然我长得挺帅 但是说话不算数是会被割妖子的 我表示你实在不放心 可以把装备借给我 穿着你的装备 如与你同行 我将无往不利 显然他被我的真情打动了 并嘱咐我千万要注意安全 我穿上这套装备 感觉对战三接妖兽都不是问题 我来到水底与小泥丘会合 并计划假装攻击小泥丘 来制造水下大战的假象 这样就能顺利带古诗回去交差了 其实这片水域的妖兽和古诗 早已被小泥丘收拾了 这所发现的一切 都已经被我和小泥丘瓜分 现在准备好我们的表演 得到那么多好处 小泥丘使出了吃奶的力气 我嘿嘿一笑 对准小泥丘就是一炮 轰在了小泥丘的肚子上 这小家伙最近吸收的这么多宝物 明显防御力提升了不少 轰得一声水面炸开 朝天司众人惊讶水下的战斗 居然如此激烈 一定是对上非常强大的妖兽了 我一个华丽的冲出水面 拖着古诗向岸边游去 抱拳拱手 性不辱命古诗 我带回来了 长官很谨慎的命人 将古诗封关带走 并赞赏我做得不错 邀请我加入朝天司 扑到我面前 说给我一个校尉的职位 以后前途光明 意识无忧 听上去不错 思考过后 我表示那就恭敬 不如从命 欠我同意 丢了个令牌 给我表示以后 就归于念影了 什么 于念影 居然以后就是我的上司了 这个男人上一秒 还叫人家小甜甜 下一秒就和人家划清界限 就在刚刚 帮助官府打捞股师 获得了朝天司女官的邀请 并奖励了我一个校尉的职务 看着情形用不了多久 我就会升职加薪 当上总经理出任CEO 迎娶白富美 走上人生巅峰 想想还有点小激动嘛 谁知我却被安排在云念影威下 我心想他不会把我刚刚的表白当真吧 那以后我的职业生涯 可就难搞了 我灵机一动 右手放在胸前 非常正经的表示 长官我建议咱们办公室 最好不要搞恋爱关系 还有那么多妖怪 再维护人间 我们要谋求大盗 匡扶正义 他有些疑惑 可你刚才还叫人家小甜甜的 我正经说道 长官你还没有凝聚成义文吧 你还需要努力哦 被我搓到了痛处 他气鼓鼓喊道 你少瞧不起人 因为股师的任务被耽误了 义文我分分钟就能练成 云念影突然清醒 你胆子不小 还没入职就开始数落长官 女长官打岔道 我要运送股师回衙门了 你要回去吗 好像被我刚才的话伤到自尊了 他握紧拳头发誓 不成义文不回去 我心想怎么不按套路出牌啊 不回去 你想去哪里 见他不再搭理 我心想 女人怎么这么爱生气呢 转眼回到家中 上好韭菜招待大家 村长代表 大家感谢我 完成这凶险的任务全靠你 大家还摆得几个月的口量 我毛头到 这些年要是没有大家的照顾 我也没有今天 面对众人的喜悦 我却突然开始 惦记起我那上司 在干什么 此时村子后面的山洞内 云念影盘膝而坐 表情痛苦 看来观摩强大的妖兽 还是不能领悟自己的义文 还需要更强悍的存在 来让我误导 这时闹钟 浮现了我那扛着RPG的 萨爽宁兹 忽然一种莫名的灵感 令他醍醐灌顶 双手结印四周的灵气 汇聚在指尖 胸前居然凝结成了 一个古怪的义文 他万万没想到 居然成功了 而且是因为他 女孩第一次不穿内衣修炼 只因修为迟迟无法突破 听说修炼要身无旁骛方 能破除障碍 女孩凝神俱七运转能力 下一秒竟然真的突破了 转眼到了第二天 怎料云念影一大清早就在等我 看到我还兴奋地招呼我过去 只见他得意地说道 小孙啊 你可知本座在定波府 也是出了名的天才 恰好我最近修行大进 心情不错打算指导指导你 我惊讶道 这么厉害 属下愿文奇想 凝聚义文越是复杂 威力越强潜力越大 说着他就想要 扒开我的衣服看我义文 还要在修行上指点我 我想了想 自己体内的译文还真的都不一样 于是我就选了一个笔画最少的译文 他见我写了这么多笔画 居然还没写完 我试探一声 还请大人点评 见他的脸仿佛吃了苍蝇般难看 仗红着脸说道 你小小年纪能够凝聚出这样的译文不错 千万别自慢 毕竟你可是本座的下属 我笑着回答 大人说得对 他转身要走 我一把拉住他的手 想问一下关于修炼方面的知识 他得一脉弄道 你怎么连这些都不懂 不过既然你问了我讲讲也无妨 修饰分为九大境界 第一境称为灵身共六个层次 分别是灵气 灵脉 灵学 译文 鹰物 鹰宝 我心想对应他说的自己 现在已经可以显化出了鹰物 至少是在第一大境第五层了 我好奇地问道 第六层弄宝是什么意思 就是当你选定的译文凝炼成鹰物后 当作法宝来使用 我瞬间茅思顿开 云念影心想这都不知道 到底是怎么修炼的 他还说灵学只有一处 定下后就无法修改 这我就苦恼了 自己好几个灵学一大堆一问 我继续问道 当弄宝层次如何突破到第二大境 云念影却觉得我好高骛远 我暗自心想 得找个地方试试看 自己是否到达弄宝境 转眼我就来到江边 这段水域妖兽众多 很少有人会来 我凝神静气在胸前凝聚出自己的硬物 居然是一枚金龙宝印 我运动灵力 宝印冲天而起 金光四射 只见水面翻滚 好像有个庞然大雾 要冲出江面 崩的一声水面 有出大量的妖兽 我去 我的宝印居然能召唤妖兽 并且控制妖兽作战 这就是我鹰雾的实力 这些妖兽竟然对着眼前的男人模板 比这更离谱的是妖兽 都希望被男人吃掉 就在刚刚 一枚散发着几分流离宝光的 大印凌空飞起 江面忽然翻滚起来 十几里范围内水域中的妖兽 仿佛是收到了召唤 全都从水下钻了出来 井然有序地朝着 漂浮在水面上的宝印模板 我满脸错愕 知道这大印必然非同小可 却没想到这么给力 忽然乍响了一声雷鸣 有一头庞然大雾汗然跃子 显然二阶妖兽 没有接受大印的号令 反而朝着这边连连跑下了 我手掌翻动 直朝着远处那一头 二阶妖兽砸去 大印落下光的一手 当场将一根金色的牛角打断 妖兽童的全身哆嗦 便加速地逃走了 我将小泥丘放了出去 而小泥丘不怀好意地盯上了那些凶物 我心想这肥鱼以后不会净化成猪吧 县城里云念影包下了最大酒楼的第三层 面前的美食已经换了第六桌 酒楼的掌柜畏惧地望着上面 这么能吃该不会是什么妖怪吧 楼上云念影敲着桌子喊道 快上菜 掌柜只能硬着头皮亲自上菜 心想去衙门报案的人还没回来吗 云念影也知道自己有些惊世害死我 几乎是一下肚就被彻底消化 这时衙门的人终于来了 县卫白手越过了掌柜 对着云念影抱拳一拜 总齐大人 属下有钥匙禀报 云念影翘脸一红 顺手布下了结界隔绝声音 县卫找我有事 最近绝户村聚集的修饰越来越多 准备去村后的坟丘 要夺取什么一宝 云念影问道 那座坟丘到底是什么来历 只是民间流传 其中埋葬着强大魔神 据说曾经有第三大径的炸卫 大赌丘 眼中流露出明显的贪婪之色 咱们在这穷乡屁壤 守了这许多日子 总算没有白辛苦 忽然旁边传来嘲弄的声音 一群废物也感染指坟丘机缘 树林里不紧不慢地走出三个人 一个身材矮胖的道士 一个风韵十足的妇人 和一个老驼子 中年人脸色大变 祭出硬堡飞剑摄像三人 胖倒是和女人轻松躲开 老驼子宁笑说道 祭夫人 交给你了 妇人嫣然一笑 他娶出一只锦帕迎风翼 有无数厉鬼阴魂 从其中滚滚地出 呼向了那些人各自肯摇起 片刻功夫这些人就被杀个金光 老驼子背着手 碍事的家伙应该都清理干净了 道士和夫人对老驼子十分恭敬 全靠了驼老运筹为物 女人逃出自己的内衣 慢慢靠近这群男人 只见她在胸前轻轻挥动 现同内衣中飞出无数鬼影 冲向几名男子 片刻功夫这些人就被杀个金光 老驼子笑道 这次坟秋的机缘必定是咱们的 但是我看着村子弥漫着邪气 倒是有些古怪 早就听说老弟的陆河道兵 乃是当时神迹 正好开开眼界 倒是自信一笑 从袖中取出一只小巧的棋盘 上面摆着几枚棋子 他往上一抛 那些棋子落在地上 原地化作了五具机关道兵 然后走下山坡直奔村后 此时我躺在岸边懒洋洋的晒着太阳 忽然一阵嘎吱嘎吱的声音传来 我顿时警觉而起 看到有几个机关人 从不远处的树林里走 两具机关道兵张弓搭箭 搜的一声同时朝着我射来 我全身一缩归甲盾挡在身前 心中带着疑惑 这些是什么东西 手上却毫不犹豫放出了法宝 宝印悬浮在空中不断变大 只听风的一声 地面上留下一个方方正正 宽两丈深三尺的永世坑 坑底的五具机关道兵 已经被砸得粉碎 另一边操控机关人的道士 扑的一声吐出一口血来 脸色变得一片苍白 道士满脸震惊 这村子有古怪 老驼子缓缓道 一击覆灭五具道兵 恐怕已经是第二大劲了 老朽我得亲自出手 季夫人笑道 不如让奴家的孩们先去看看 女人实力还在道士之上 已经是第二大劲 但是她也不敢答应 而是小心翼翼地 取出一只漆黑的网罐 咬破手指 用鲜血在罐子外面 画了一道特殊的符纹 多加了一层控制 这才打开了罐子 一股阴森的黑气飘荡而出 老驼子神色一变 眼眉 竟然有这等强大的阴魔 全然不知情的我 还在研究这些破烂病 开始思索 村子里怎么会忽然出现 这些怪物 于是我消除所有痕迹 找了一棵比较粗壮的大树 跳上去做好隐蔽 这棵粗壮的千年古树 高度正合适可以俯瞰周围 如果还有后续的敌人 只要靠近就能被自己发现 然后我让小泥丘埋伏 在江边的淤泥中 而另一边的纪夫人却笑了 这小东西还真是个机灵馆 可惜她不知道 任何活着的生灵 在眼眉的眼中 就好像夜晚的篝火 你这么藏着有什么用处 纪夫人心念一动 眼眉飘落下去 无影无形不可察觉 老驼子开口道 保留下她的记忆 看看还有没有同伙 驼老放心交给我了 纪夫人极为自信 她取出一枚人骨小锤 轻轻一敲瓦罐 在纪夫人的操控下 眼眉往下一扑落到了我的身上 我骤然感觉自己 掉进了一座望谷冰窟中 全身一片僵硬动弹不得 只见周围无数阴魂 伴随着黑色一纹将我缠住 这个女人说要替我检查身体 于是放出无数阴魂将我捆绑 我用尽全力仍无法挣脱 感觉自己掉进了望谷冰窟中 全身一片僵硬动弹不得 右胸灵穴当中王子一纹 忽然腿逝了汹涌的灵气 这种灵气如同火山爆发一般 喷涌向了体外凶悍无比的阴魂 在霸道的灵气之下 阴魂瞬间就被绞得粉碎 继夫人一声惨叫重伤吐血 她手中的瓦罢女跟着咔嚓一声碎裂 女人语气阴森 这小子不简单 老驼子摸着胡子说道 盗兵和阴鬼都不成 那就只有洛须生根神术 只见他银白色的胡子越转越长 密密麻麻地落在了地面上 胡须如八爪鱼一般飞快地朝四周疯狂生长 而刚刚脱离险境的我 怎料四周突然冒出无数胡须紧紧将我缠住 我气得骂宝 到底有完没完了 很快我就被裹成了一只巨大的白鸡 老驼子开始像收网一样往回拉 我情急之下将大印法宝当空翻出 稳稳定住了身形如山般稳固不动 老驼子暗中惊讶 怎么拉扯不动呢 随后王子一文再次发动 一种死亡的力量弥漫 雪白的胡须迅速变得灰白 这股力量顺着胡须追溯而来 老驼子感觉到浓浓的危机 只见他指甲飞快生长变成了吴炳丽人 他五指不断挥动 却难以斩断几根胡须 这种死亡灵力向上朝着他的头部蔓延 当倒是和女人感觉不对劲时 死亡之力已朝着二人席卷来 迅速侵染了他们全身 二人瞬间灰飞烟灭 我将那些已经变得漆黑如墨的灵气收回来 然后拿起三人掉落的锦囊 道士的锦囊里堆满了大批珍贵的材料 我感慨道 咱家终于也有余粮了 然后打开老驼子的锦囊 我直呼发财了 里面堆满了东西 各种法器三十多件 珍贵的材料丹药灵符上百件 而小泥丘却急着向我讨要他的奖励 我将机关盗兵的残骸味给了小泥丘 我不客气地问道 吃了这么多这次总能给我弄把飞剑了 见他不搭理我 只能先把他装回葫芦中 我心想这段时间为什么外乡人忽然多了起来 县城西门内 一个茶摊三名男子不停地望向城门 终于城门前出现了一道白衣生意 三人迎上去跪拜 少主您总算来吗 我的宠物隐藏着天大的秘密 只要吞噬足够的宝物 摇身一变就能吐出品阶更高的法宝 就在刚刚小泥丘又吞噬了一堆宝物 我心想着最近小泥丘伙食也太好了 法宝灵丹混着喂 之前这家伙还能吐出来宝贝 现在就只进不出了 要不试试喂点不一样的东西 于是我把我袜子喂给他 怎料小泥丘白眼一番恶心地吐了一顶 我陪笑道 才为了一只你怎么就不行了 你坚持一下我还有一只 还没等我说完 小泥丘飞起来抽了我一嘴巴 然后跳进江中头也不回地游走了 这家伙不会是青春期了吧这么盘 此时小泥丘越想越气决定离家出走 忽然看到远处的江边点亮了一盏盏灯 小泥丘看什么东西都觉得新鲜 好奇地游过去想要见识一下茫江夜晚的风情 船上歌舞声响起欢笑回荡在江面上 小镇内的白鬼同时感应到 水中好像来了头大妖兽 小泥丘快乐地在那几条楼船旁边游动着 伸出头来好奇打量着船上那些鬼 张图护是鬼域有名的厨子 借用了鬼域的力量将小泥丘情拿后拖上船 累得他气喘吁吁 还在嘀咕呢 这东西怎么会这么沉 按说在鬼域中感受不到重量 砰的一声将小泥丘脸朝下重重摔在案板上 小泥丘转了个身好奇地看着眼前的家伙 眼珠子乱转 你妖子续跟我说呀 我可以自己雇有过来 张图护一看也愣了 还挺懂事 自己躺平了方便老张我好吓到 然后朝着手里的刀喷了一口鬼气 瞬间变出了三丈长的巨人 张图护这边高高举起了杀猪刀 朝着小泥丘的脖子切了下去 咔嚓 杀猪刀当场崩断了 小泥丘觉得很有趣 尾巴啪的一声 张图护体验了一把空中飞人 躲在角落里的张图护好像个受了气的小媳妇 小泥丘却觉得很好玩还想再玩一次 吓得张图护急忙大声喊道 鬼大人救我 忽然将面下生情灵 碗头长发中隐藏了一张惨白美艳的脸 这是有着千年道行的四大鬼王之一 溺斃鬼妃 她是鬼鱼的四大鬼王之一 溺斃鬼妃 被人召唤打扰的休息心情很不爽 属下告知鬼鱼有神秘妖兽入侵 于是他打算拿眼前这肥鱼对鱼头汤 怎样上来就被小泥丘扇了一个大嘴 直接被拍入水中没了动物 张图护心中狂吼 大人可是鬼王 居然一招被秒吗 忽然咕噜噜的滚动声 一颗颗惨白的骷髅头堆积成山 变成了一尊百丈高的白骨巨人 同时一股爆裂的炽热之意席卷而来 一具宛如黄金打造的僵尸 身上散发出炽热的金光 这二位正是四大鬼王的捕海之主和鬼祖是吧 鬼王骂道 就为这小东西你就将我们唤醒 张图护很想提醒捕捕海之主不要大意 这孽畜很古怪 捕海之主哼哼冷笑 居高临下开始打量这条肥鱼 小泥丘圆溜溜的眼睛也在不怀好意地打量自己 古海之主感觉自己像个小媳妇 被这禽兽看得很不自在 瞬间羞怒 神术发动顿时黑烟滚滚 畜生你今天死定了 他发现这头肥鱼仍然痴痴地盯着自己 不对 为何我感觉我的本源之骨被这畜生锁定了 本源之骨可是自己的能量来源 小泥丘锁定目标 上去就啃掉了他的本源之骨 古海之主技能被打断发出一声惨叫 都是废物 这种小角色也值得惊动本殿下 看我直接烤熟了他 他抬起手指 一道炽热的金色火焰飞向了小泥丘 可是火焰飞出去就看到小泥丘一伸脖子 咕咚 将那一道火焰吞了下去 满意地打了个宝哥 十八阵怒道 看你有多大胃口 于是又射出三道高热火焰 远在村子里正睡得迷迷不乎的我 忽然感觉到一股炽热的暖流突兀而来 我做起来感慨 小泥丘这么晚了还传输能量给我 真是顶级牛马 滚滚暖流不断灌注左胸的灵穴内 飞快地显化出了一枚硬物 居然是一枚金色令牌 还没等我高兴多久突然发现不好 身体怎么越来越热了 我又感觉到 更强烈的暖流吸卷来 瞬间体内喷出大量火焰 燃得我就像一块烧红的铁板 疼得我边叫边骂 这个混蛋又在外面乱吃什么东西了 而此时小泥丘却遇见了更强大的敌人 鬼域的主宰 万魂王 我的宠物隐藏着天大的秘密 只要被他吞噬的东西 都会变成能量传输到我身上 就在刚刚小泥丘吞噬了尸拔的高热火焰 能量传输到我的灵穴内汇聚成新的宝物 但炽热的能量却烧得我像煮熟的螃蟹 我恼火着将魂拨覆了过去 一瞬间我就知道发生了什么 心中一阵嘀咕 学户村外面怎么会出现一座鬼域 同时引入眼帘的还有一只在哭的僵尸 嘴里还在念叨我的火竟然都给吃光了 我用屁股想都知道是小泥丘干的 我气得骂道 你个傻鱼到处瞎吃什么 我差点都被烧没了 忽然鬼域水面出现巨大漩涡 好像有个大家伙要出来了 黑物环绕的巨大身影冲出水面 他正是鬼域的真正主宰 万魂王 他对着三位鬼王笑道 你们还真是越活越弱 他冷冷询问 为何要将我等唤醒 张图库战战兢兢的回答道 这肥鱼入侵鬼域实力太强 那只能本王出手了 他高高飞起 黑气缭绕准备发动神迹 我心里骂道 这家伙夜不归宿肯定会跑过 而我感应到万魂王的灵力 和我体内令牌有点像 此法宝之前是封印古尸的法器 于是我召唤法器冲破结界 万魂王一阵错愕 唯欲坚固无比居然被突破了 令牌飞快而来高悬于头顶之上 万魂王感应到令牌内蕴含的力量 本能地想要一探究竟 但是他接近到了一仗之内 就感觉到很强的威压 让他无法继续靠近 他着急强行闯了过去 顿时又一股吃金色雷电破空而来 自己竟然根本无法努力 在属性和卫阶上被天然压制了 这东西究竟是什么来头 我欣喜 看来我这令牌真的专刻至阴魂之力 鬼妃眼中露出了果然如此的神情 张图护对着三位喊道 咱们一起上吧 怎料万魂王回头骂道 一群蠢货不要命了 给我看清楚令牌上的力量 那可是黄泉伟力 师拔惊讶道 黄泉伟力竟然选择这样一头畜生做宿主 小泥丘忽然开口 说谁是畜生呢 我居然可以用小泥丘的身体说话了 万魂王公敬道 敢问阁下这件宝物是您的吗 我回答是又如何 还想打吗 而四大鬼王相互传音 这黄泉伟力可是应兼本源之力 没想到这次撞上如此大机缘 师拔疑惑道 真要继续打吗 咱们好像打不过呀 而万魂王表示已经想到了对策 他阴森一笑迈下台阶 既然你私自闯入我的鬼域 今天也别想轻易出去 除非让我等效忠于您 并将这鬼域一并献给尊者您 我误打误撞闯入鬼域 接连战败三大鬼王 最后惊动鬼域主宰万魂王 本来以为会是一场血战 怎料他上来就求我收他做小弟 还要将这鬼域一起献给我 鬼妃疑惑看着万魂王问道 你真想让我们献出这座鬼域 我决定带着这座鬼域投陷到尊者门下 咱们就不必担心被递捕的公差找上门来 密闭鬼妃双眸灵动了一下笑道 不过尊者想来不会亲自作证鬼 需要联络官传达尊者的命令 我和尊者彼此很有亲切感 不如我来吧 荒谬 古海之主立刻驳斥动 你们看尊者看我的眼神 那才是真正的亲切 我才是最合适的人选 万魂王的脸更黑了 我们还没去投校呢 你们就在这里争宠起来 魂王为首来到了小泥丘面前 一起攻身下拜 阁下 孙长明吓了一跳 你们想拜入我门下是因为这个 万魂王不敢隐瞒 阁下的实力让我等仰望 未来大道还请阁下多加指点 我心中疑惑 另排鹰鹿的根源 是小泥丘吞噬的那具古老妖狮 若非他们之前有点关系 所以真相只有一个 那就是小爷我天生不凡 见我这边思索 万魂王却忐忑起来 再次下拜道 还请阁下垂帘 我等鹰鹿修行不义 给我们一个机会 我一本正定道 想投奔我也可以 而等可曾血时 万魂王连连摇头 我们四个从未做过 伤天害理的事情 你个僵尸不惜血吗 是把急忙解释道 俺不需要吃人 要的是吞噬各种阴火 在体内转为疾痒 那你呢 我看着骨海之主 全身都是骨头 骨海之主立刻跪下道 在下的骨头都是挖掘骨战场所 并没有伤人性命 于是我转头看向女鬼 你的嘴这么红 这底沾了多少人的血 吓得他急忙解释鬼出门 也是要化妆的 然后楚楚可怜道 奴家本是无辜逆弊之人 我的修行是不断设伏和中其他阴魂 人家可是黄花大闺女 平时也不和生人接触 另外三个心中大骂 狐狸精不要脸 你怎么不露出你的水鬼本乡 既然如此我就先收下你 好好治理此地 莫要再为祸意道 吴海之主上前一步谄谓道 日后这鬼域要如何发展 还请尊主赐下指示 我心中一动 你们开个鬼市经商吧 你们作为鬼怪毫无人性和良心 去经商简直完美 我还有要事先走一步 每过一段时间我都会来看一看 没给他们反应的机会 我就先溜了 万魂王四位呆滞当场 回到岸边 我把小泥丘教训了一顿 闹出这么大的事 你险些就回不来了 让人做成了生育片 小泥丘茫然 那些鬼屋不是跟随你了吗 我拎起他慈祥的笑容 出去一趟学会顶嘴了 于是被我温柔的教训一顿 拖着他回家了 却不成想 鬼域那边出现了新的变化 夜晚荒郊野外一双冰凉的手 从背后伸出 轻轻地搭在两位书生肩上 二位可是要住店呐 我收服了鬼域的四大鬼王 并且还获得了整个鬼域 要求中鬼今后不得再做骇人勾当 然后全体改行经商新建鬼市 丢下这句话 我就做起了甩手掌柜 只留下了一脸猛逼的四鬼 四大鬼王聚在一起商讨 鬼妃哀声叹气 尊主一去无踪影不知何事回来 万魂王想了想到 咱们还是先把鬼域经营好 等尊主回来看到鬼市兴旺 才会明白我们的恐幸 谷海之主一脸问好 咱们下一步该怎么弄 密闭鬼妃突然高兴道 我有办法了 咱们就按照人间及时操作业呗 转眼来到深夜郊外 两个书生在赶路 陈兄 咱们要不等天亮再赶路吧 以前听说这附近有不干净的东西 话音未落后 被忽然伸出一双惨白的手 轻轻地搭在二人肩上 传来一片凉意 两位可是要住店呐 两道惨叫声响彻山河 想必两位书生已遭遇不测 书生弱弱问道 这附近还有旅店 伟妃提着灯笼带路 跟我来吧 二人站站刻刻跟在后面 这小姑娘该不会是骗人的吧 伟妃笑道 前面就是 只见眼前突然出现一片城镇灯火通明 好不热闹 两位书生东张西望不断感慨 真不能小瞧山里的夜生活呀 伟妃招呼二人 这就是我们的店了 豪华客房还有姐姐搓背 只要一两银子 书生立马付款 伟妃硬喝一声 二位今晚吃喝完了一条龙 转眼一桌子山珍海味上齐 二人边吃边夸奖 味道可不比米其林差 伟妃来到后处说道 客人对菜品非常满意 古海之主被夸得小脸通火 我生前可是望江楼的金牌厨师 二人用过餐后伟妃接着介绍 这是我们这最豪华的温泉池 二位感觉水温如何 书生说我耐热水温可以在高点 伟妃来到波炉房 对着鬼祖师把喊道 在大点火 客人觉得水温不够 现在如何 二人表示水温刚好很舒服 其中一位书生红着脸问道 我记得你说还有小姐姐搓背呢 姐妹们还要化妆时间 我去催促她们 后台众女鬼们正在修补自己的装束 生怕吓到客人 几只风情各异的女鬼 以手之妖曼妙地来到二人面前 书生感慨此乃人间极乐呀 姐姐你可真有劲 女鬼被夸奖高兴地 伸长脖子吐得舌头笑道 我会加油的 此时我放出令牌 进入鬼域探查鬼市情况 不错吗 这特色旅游业搞得有声有色 突然令牌闪烁 我心想这么晚了 朝天司还有事找我 怎料接通信息后 云念影却告诉我 有个非常重要的任务要交给我 我的宠物隐藏着天大的秘密 只要吞噬足够的宝物 摇身一变就能吐出品阶更高的法宝 就在刚刚我的上司云念银行我去集合 他刚接到了朝天司传来的消息 准备迎接一位很有名的百货 这人跟云念影很熟 而且两人家族还有些渊源 可是云念影从小就是整个定波府的天之骄女 长得漂亮 天资过人修行进步飞快 而对方一直暗中嫉妒 在长辈面前两人有爱和睦 一旦只剩他们两个 立刻互相吐口水 忘了没想到 这一次衙门居然派了他过来办差 气得云念影今天早饭少吃了三碗 这时门外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 是谁一大早就在鞭排上司啊 只见为首的女子穿着一身百货的官服 居高临下的问道 瞧瞧着就是你新收的水下 一副没吃饱饭的寒酸样子 这个女的说话好充 我懒洋洋的 我确实没吃饭 要不百呼大人灵给整点吃呢 云念影党在我身前说道 他就不劳大人操心了 毕竟他和我一样吃多容易胖可不像你 这句话好像深深地刺痛了丁采玲 气得他喊道 云念影 你就仗着自己长了一堆大篮球吧 神气什么 云念影不甘示弱回怼 丁采玲 你把嘴巴放干净点 本小姐现在也是凝聚一文的人了 点燃火药桶的两人开始唇枪舌剑 你来我往 看得我直呼精彩 丁采玲惩了一番威风 也不敢忘了公事 最近官府接到消息 很多人前往坟丘后没人再出来过 我暗自心想朝天司关注这里 看来坟丘要开始变天了 见他继续说 我决定让你手下那个校尾前去侦查坟丘 防止有人闯入惹出灾火 我心想这是让我去送死了 于是说道 丁长官这工作风险不小了 也没有什么赏赐嘛 只见他递过来两个袋子 这是守卫一个月的奖励 于是又嘲讽了句 我可不像某人磕带下水 我搓着双手笑嘻嘻的 百呼大人我先去巡逻了 有我盯着你放心吧 转眼我就来到了后山 这些来坟丘的修饰手段诡异 我也得给自己练制点防身装备才行 来到一处悬崖上的山洞中 我把练制所需要物品摆在面前 忽然我意识到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那就是我忘了老子不会练起 我灵机一动看着一旁的小明秋 他意识到大事不好赶紧跑 怎料被我一把抓住 我抱着他一边往他嘴里塞东西一边说道 上次你在鬼域闯祸我还没收拾你 这次将功补过 帮忙练点宝贝出来 边说边摇 感觉这次定能摇出来大宝剑 小霓丘被摇得狂吐法宝 这次不错竟然有这么多 拿起一看都是威力非凡的剑 我安抚小霓丘回去给你加餐 说到吃的他马上没了脾气 越想越觉得转了 开心的整个人都飘了 突然发现地上还有一条锁链 我好奇的伸手将其拿起观察 谁知锁链竟然在无人控制的状态下 变大自行舞动缠绕起来 我的宠物隐藏着天大的秘密 只要吞噬足够多的宝物 就能吐出品阶更高的法宝 就在刚刚我为了小霓丘一大堆宝物 正所谓吃完摇一摇麻布变精挑 果然不负众望给我吐出了不少法宝 其中居然还有一条锁链 打起的那一刻锁链却自行缠在了我的手臂上 我疑惑道 这是吐了个双狗的链子吗 小霓丘却得意地向我使了个眼神 让我注入灵气试试看 我催动灵力锁链突然金光炸起不断变大 我用力一抽锁链还能伸缩自如 他的一生将洞中墙壁抽的炸链 我读取着锁链的信息 果然是个好东西 不仅能够拘拿修士 还可以拘进魂魄和乐魂 于是我念洞口诀将其收回 变小的锁链看着款式还不错 就是带着有点鸟 我心想只练这些法器还是不足以保命 应该还需要再整点别的 忽然我想起之前遇到的机关兵 他们的残骸我还有不少 说着我就一把抓住小霓丘的尾巴 别跑咱们的炼宝计划还要继续 转眼来到坟丘后山 三个然玉宗的弟子准备进入坟丘 然玉宗是定波府第三大宗门 门下弟子多善用真火 此男子更是宗门首席大弟子肖凤哥 眼看就快到达坟丘 他提醒大家不可掉以轻心 他暗自心想 我停在第二大境界始终没有境界 这次必须借助坟丘机缘突破 否则自己首席智慧不保 他警觉地抬起手 示意大家停下 对着前方喊道 前方是何人出来吧 在下朝天司校尉奉命封锁丘 各位还是请回吧 对方嚣张道 我们燃玉宗的是劝你最好别多 我故作无奈表示这是朝廷的命令 我也没办 坟丘里面都是吃人的妖怪 进去的人都有去无回 肖凤哥却极为不屑 朝廷又如何 别跟他废话先拿下的 我先发制人运行锁链 只见其中一人一记火拳冲来 直接被锁链缠住让其无法挣脱 再用力一甩抛向万米高空 另一人趁我不注意 向我射出两把火焰飞到 我抽回锁链一个反手将其抽掉 肖凤哥根据我的战斗力判断 对方只有第一大镜的一文镜 于是他招呼队友一起上 我将锁链变粗变长反手抽下二人 突然心中一紧按道不好 本能地向后跳开 一道蓝色火焰轰在了刚才我站的地上 我意识到天上有个家伙在暗算我 我挑衅地笑道 我觉得可能你的实力也不行 谁知他内心这么脆弱 居然要使用他生平最厉害的一招来招待我 我获得了一条能够伸缩自如的神奇手面 刚想测试一下威力 却正巧碰到三个燃玉宗弟子 见我孤身一人身怀一宝 对方动起了歪心思 一番对战舰我战力非凡不是擅长 并被我嘲笑你这身体不行刻找不到女朋友 曾被前女友抛弃的回忆再次被我揭开 气得她准备对我施展生平最强绝招 肖玉哥轻蔑一笑 受死吧 我操控锁链赢了上去 只见蓝色火焰突然分叉绕开抵挡 我惊讶这东西还能这么晚 眼看火球越来越近 怎料他再次念洞口诀 分裂成术到火焰长枪 盘天盖地袭来 我做好防御姿态将锁链环绕身前准备接受冲击 肖凤哥双掌合时 大喊一声合 去阎王爷面前忏悔把响子 眼看火焰呈包围攻势逼近 我轻松一笑 这家伙的招式还挺麻烦的 正好我的葫芦应物似乎可以吸收火焰 我举起葫芦对着前方火焰轻轻一声收 蓝色火焰尽数被葫芦吞噬 肖凤哥做梦也没想到 自己的最强一击就这么被人收了 我拿着葫芦笑嘻嘻地看着他 现在轮到我了 抛起葫芦变大后扛在肩上大喊一声 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 见他没有回答我就当你默认了 直接啪的一声喷出一条红色火蛇 肖凤哥不甘示弱还想反抗 举拳与火蛇轰在一起 明显他的火焰的品阶差了很多 直接被红色火焰轰退 此时他已经心慌了 区区一个笑卫没想到竟然这么强 我心想这个火花男招数还挺多 见自己不敌准备招呼同伴一起上 我笑了 既然你们人多势众 我也找几个伙伴给你们玩了 我往后一跳甩出道具瞬间爆台 烟雾散去赫然出现一群机关盗兵 我大笑道 和我比群殴今天成全你 盗兵抬起手中是神魄瞄准重人 肖凤哥见识不好躲在了同门身后 其他人纷纷重剑倒地见了阿苏 躲过一劫的他暗自心想 这家伙是什么怪物 懂得五行法术又会练起执法 莫非是那些大家族的子孙 既然斗不过 那就赶紧撤 我嘿嘿一笑 想走可能来不及了 趁他不注意我已将锁链缠住他的双脚 用力一拽将其放倒 谁知这家伙还在嘴里 就这点手段还拦不住 锁链仿佛焊在了他的腿上 让他无法挣脱 我操控着机关盗兵悠悠说道 可你的对手不止我一个呀 刀光闪过 肖凤哥的记忆像幻灯片一样浮现 老子不服 盗兵举起长刀 刷得一道寒光 我的宠物隐藏着天大的秘密 只要吞噬足够多的法宝 就能让自身得到净化 为了养活这个无底洞 我要经常外出狩猎 而就在刚刚我对战燃玉宗三大弟子 这是联手节镇 可以对抗第三大径的强者 却这么无声无息被我干掉 我操控机关盗兵 将三人身上的东西都搜了出来 小泥丘爬到我跟前一脸讨好谄媚 我无语道 刚才战斗时你怎么不出来 我只能将其中一人的玉环摘下来 直接喂给了小泥丘 他叼住脚也不嚼生厌了下去 我这会儿已经打开了另一只锦盒 里面有一本叫 《气绝神火大震点药》的秘笈 这是肖凤哥带着的燃玉宗弓法 我阅读之后一撇嘴满心笔 然后随手一丢 什么垃圾功法 而我开始计划如何善后 这些尸体就只能上次来处理了 忽然传话令牌响起 我拿起电话直接报告这面的情况 五分钟后朝天司的人陆续感到 丁采玲的神情也变得肃穆起来 他一挥手 手下的老总齐立刻上前细致地检查尸体 他看到肖凤哥的面孔之后 脸色一变失声道 是燃玉宗大弟子肖凤哥 丁采玉吃了一惊 肖凤哥在定波府那是第二大劲的强者 燃玉宗是定波府第三大宗门 门内大弟子可是未来门主之血 我挑了挑眉心中暗想就这还宗门大弟子 也太菜了吧 丁采玲失声道 这些人是你杀的 我当即摇头摆手 怎可能是我 于是我脑子飞快转动 开始编故事 我只是正好暗中看到 本来我想上前制止他们 结果一个身披铠甲肩扛斩马刀的人突然出现 然后他掏出一堆弩剑 如下雨一样扑过去人就全死了 丁采玲忍不住问他 你看清楚那人的容貌了吗 我摇头道 没有 他盖着一副黄金面颊 丁采玲忧心忡忡 没想到坟丘的事情 竟然引来了这样一尊杀神 这次的任务棘手了 丁采玲对我挥了挥手让我先回去 我心想正好赶紧带着宝物回去给小泥丘未凡 于念颖面对神秘高手心生退意 丁采玲此刻只能先稳住人心 毕竟这是他出任版户以来的第一个任务 必须顺利完成才能稳坐现在的位置 而于念颖担心神秘人太强我们不是对手 丁采玲命令手下发布川云令请崔千户前来 曹天思众人纷纷议论 那可是早已达到第三大境的强者 咱们能请动吗 而这回我已来到村后山洞 见我扛着大包东西 小泥丘早已馋得直流口水 催促我快点 我笑妈道急什么 大人不要上班的吗 我将所有法宝道出 小泥丘两眼放光 吞噬完所有宝物小泥丘已经称得变成球 我无语道吃这么多不会消化不良吧 怎料小泥丘全身突然爆发出耀眼的金光 我的宠物隐藏着天大的秘密 只要它吞噬足够多的宝物 就会转化成能量传输到我体内 就在刚刚我为了小泥丘一堆宝物 它称得拍着肚皮表示满足 我有点担心这只猪现在越来越能吃了 怎料小泥丘全身爆发出耀眼的金光 我惊讶这是什么情况是 这股金色能量瞬间传入我体内 能量汇聚在腹部 我竟然突破到第二大境 燃照镜 还会开启更多的隐藏血润 增加更多灵力 我来到山洞外准备测试一下第二大境的威力 寄出金龙宝印明显感觉对灵气的控制更为细致 我对着前方丢出宝印 巨石碰得炸开 果然能用最少的灵气发挥出更大的威力 而小泥丘进化的眼神也更加睿智 我抱着小泥丘笑道 让我晋级了你这是大功一件 想吃啥都行 我拿起葫芦放出小泥丘最爱吃的真火 小泥丘吃的太极枪的直喷火 我意气风发准备带着小泥丘去江边试试新招 转眼看到江面翻腾 小泥丘对上了三阶妖兽巨龙溪 趁其不被我反手摘他妖子 我和小泥丘配合得天衣无缝 激烈的战斗惊动了更强大的妖兽 我赶紧让小泥丘使用新招试试 只见小泥丘大嘴一吸 附近的鱼泪都被这股溪里卷入气中 此时水面暗流涌动 正上方恰巧有一艘官船 船头站着一位身穿朝天司官服的男人 来人正是朝天司千户第三大径的强者崔清河 他正在大骂手下无能 这点风浪怎能弱了我朝天司的威严 水下小泥丘蓄力完成 一道火弹对着妖兽喷出 火弹威力之大一招贯穿妖兽 而火弹未能未减 好巧不巧直接穿出水面 轰在了朝天司的船上 这强力的一击使得船身剧烈颠补 吓得崔清河破口大骂 在水下都能听到 这是哪个畜生干的 官府的船也敢攻击 我浮上水面露出半个脑袋 准备看看什么情况 怎料这是一艘大无水师的战警 我大呼糟了 撞上自己单位的船了 崔清河发现水里有人 见识不妙我转身开溜 他指着我大骂 臭小子有能耐你别跑 我潜入水下告诉小泥丘先别露头 游回家 眼见人溜了崔清河气的双眼通红大骂 谢明 我记住你了 这是一处上古魔神的坟墓 每到夜晚都有妖兽来参拜 也吸引着各路强者前去探索 但即使超级强者进去也是有去无回 因此朝廷派出了一批官员前去调查 而就在刚刚我在和小泥丘在村后的江里受恋 意外轰到了朝天司的官团 我本想前去解释 崔清河却大发雷霆发誓要摘我腰子 见此人嚣张跋扈我便潜水开溜 回到家中我暗自心想这次来了个大人 怎料传话令还响起 云念影通知我去接千河大人 转眼看到村口聚集中官员 再向崔千河汇报情况 只听他阴阳怪气说道 你们说坟秋出现的金甲神秘人有第三大境界 云念影恭敬道 此时由本村民出任的校尉亲眼所见 可照他来了解情况 崔千河不屑道 区区也修能有何见解 而且将这样来历不明的人招入朝天司也太草率了 云念影虽然生气但心里清楚 这崔千河追求自己小姨被拒绝后 一直对云家人心存记恨 崔千河问那也修适何修为 见气氛不对丁采玲连忙回答 应该还是个异文初期 还算不错 崔千河傲慢表示 本作在这个年纪早已是第二大境 都点燃150枚学道 丁采玲连忙附和道 他哪有资格跟千河大人相比 云念影内心愤愤不平 你个世家公子和草根少年相比很光彩吗 而此时我正好应照而来 崔千河一眼认出此人便是昨天袭击官传之人 而我也觉得这人有点眼熟 崔千河绝着鼻孔说道 你就是那个野修校问 小小村民哪来的修炼资源 该不是走了什么外门邪道吧 云念影担心崔千河故意刁难我 如果回答不好会直接判为魔物 我灵机一栋信口拈来 之前有位大叔去坟秋 临走之前送给了我一些丹药和功夫 崔千河依然怀疑并未相信我所言 还表示世上还有这等好事 我暗自心想这千河大人还为昨天的事记仇 此人当真心胸狭窄 牙字必报 云念影也好奇那位大叔叫什么灵子 我挠头故作回忆 他只让我叫他东方大叔 丁采玲惊道 难道是财王东方无我 听说三个月前他便失踪了 这位可是第五大径的超级强者 原来他进入了坟秋 我也惊讶 大叔原来是个狠人 崔千河对我依旧不依不饶 非要给我检查身体 云念影冲上来挡在我身前大火道 千河大人这是做什么 崔千河应孝道 我绝不允许魔物潜藏在我朝天寺中 这位校尉你可有意义 话里透着威胁之余 我嘴上孝道 应该的 心里却想真是个小人 他吩咐手下赵怀 你亲自来 赵怀乃是他手下专门负责行使之人 他目光阴冷 双手瞬间喷出树道锁链 直接将我缠绕 我心中一惊 这锁链有古怪 我身上隐藏着天大的秘密 只要我的宠物吞噬足够的宝物 就会转化成能量传输到我体内 而我只是一个普通村民 毫无修炼资源却修炼飞快 崔千河怀疑我是歪门邪道 并要求检查我的身体 只因之前意外轰了他的船 见此人如疯狗般咬着不放 我也只能挠头答应 怎料他却让赵怀负责行审我 而此人出了名的手段残忍冷血无情 他双掌喷出数条锁链 瞬间将我缠住 云念影见来者不善便上前喊道 他也是朝天司的校尾 你竟然用这样的手段对付自己 赵怀阴邪一笑 他要是一头魔物 我不介意也给云总期检查一下 我不想连累云念影 并告诉他我没事 让他们查 赵怀像欣赏玩物一样看着我 随手掏出了一个红色大印 此乃肖昌印 是专门拷问魂魄的刑居 数条心红色手臂死死掐住 仿佛灵魂都要被捏碎了 云念影被拦在外面大骂你们这是公报私仇 而我面露痛苦之色只能强忍 见我被折磨催千户非常享受 还说此人极有可能被深度磨划 应当动用更强大的法宝 忽然我眉心中的古灯自我发动 驱散了侵入身体的外力 顿时神清气爽 见我无恙 赵怀表示还有一道程序 并拿出了一个金色锦盒 此法宝有个霸气的名字 叫九天十地珠摩珍 丁采灵精亚道 受此斟者会经脉逆行 过程极其痛苦 崔千户想要杀了他吗 云念影忍无可忍 拔剑搭在崔千户脖子上威胁道 你敢往前一步我就摘了你的扁桃体 而且我会将今天的事上报给政府叙事大人 崔千户阴阳怪气道 听说大足云是来个被宠坏的丫头 金月一剑果然如此 剑有人为我撑腰 崔千户表示不想受刑 就要去坟丘打探情况 坟丘乃是上古魔神之墓 内部危险重重 我毫不犹豫直接喊道 我去就是了 崔千户怕我耍什么手段 让我带上这个令牌好监视我 结果令牌我暗自心想 这是给我机会锻炼演技啊 转眼来到坟丘前 踏入坟丘区域的瞬间炽热的火焰便袭来 我召唤出葫芦直接吞噬这些火焰 心想爷爷的表演要开始了 区域外崔千户贪婪地看着我的法宝 心中暗想这小子有点秘密 忽然一道火焰轰在我身前 一股炽热的能量迎面扑来 只见一个全身金甲间扛斩马刀的高大声音 丁采林惊呼他是金面沙神 并告知崔千户 这金面沙神实力堪比第三大镜强者 且残忍无比 崔千户却感叹这家伙浑身是法宝 而此事金面沙神举刀便向我砍来 吓得我直接抱住他的大腿喊罢了 毕竟虎毒不食子 刀在我脖子处停住 众人一呆 原来这么容易吗 金甲沙神发出了声色的嗓音说道 擅闯坟丘者死 我跪在地上表示 爸爸孩儿我是来帮忙的 顺便问一句 为什么进入坟丘的人都死了 这是一座上古魔神之墓 每到夜晚都有强大妖手前去参拜 无数强者前去探索 并全部失踪 朝廷为此派人前来调查此事 一场意外让我得罪了这位谦户大人 此人心胸狭窄 更想置我于死地 不仅严行拷问我 还威胁我前去坟丘探查 无奈我只能自导自言 操控金甲沙神阻挡我进入坟丘 就在刚刚 我一把抱住金甲沙神大腿喊爸爸 并问到阁下是坟丘的护卫吗 金甲沙神怪笑 我们哪有本事当坟丘的护卫 顶多算是坟丘参拜者 朝天司众人惊讶 看来对方是一只强大的力量 没等我继续问下去 金甲沙神一刀将我劈退 并喊到下次看到你就是你的死气 见此情形崔千户命我回村待命 而此时崔千户却在筹备另一个计划 他并手下打造劈血铁牌 准备明天进入坟丘 对此于念影反对 毕竟朝廷没有命令进入坟丘 而今面沙神实力强大 我们不是对手 崔千户不悦道 那都是虚张声势罢了 事关重大不进去看看 本作不放心 其实崔千户只是贪图金甲沙神那一身法宝 我暗自心想就怕你不上讨 崔千户命令我前面带路 带着数百校尉浩浩荡荡前往坟丘 到达坟丘他命我前去约见金面沙神 我来到昨天画的界线前呼喊 等了半天并无人回应 崔千和心想是时候支开这两个碍事的家伙 于是他以此行动过于危险 让我和云念影回村待命 云念影刚想拒绝 崔千户森然道 云总齐这是想抗命 我见识不妙一把拉住他往回走 云念影疑惑咱们走了功劳全是他的 我毕竟是大家族之人功劳对我无用 可你没有视力这白俭的功劳太可惜了 我内心感动 没想到你还明白这些 他害羞地掐着我的脸 你的意思是嫌我笨 我轻松一笑 你放心吧 崔千户这次会吃大亏 云念影表示我还真盼着这家伙倒霉呢 转眼坟丘外崔千户大手一挥 数百校尉手持辟邪铁牌 大军浩浩荡荡挺进坟丘 忽然大军正上方落下无数剑语 我无意间得罪了顶头上司 他不仅用刑法来折磨我 还想让我去上古魔神之墓探查消息 可进去的人从来都没有人出来过 为了保命最后我操控精灭杀神 自导自演了一出苦肉大戏 将崔千户众人引入坟丘之中 而浩浩荡荡的大军早有准备 他们手持辟邪铁牌冲进坟丘 众校尉举着巨盾结成阵型 巴掌后的巨盾组成了一座移动铁宝 忽然连绵不绝的弩剑如同暴雨 撕裂了巨盾的防御 每个人身上都插着七八只弩剑 四截灵火炼造的穿甲剑 可真是给了崔千和一个大大的惊喜 此时我和云念影在村外放手 而我的意识还在操控着金甲杀神 我心中在暗息 小泥丘出品避暑精品 现在崔千和眼中布满了血丝 这些校尉都是他手下的精兵强将 他怒喝一声 赵怀你带人亲自上阵 只见赵怀全身贴了几十枚金刚符 此符遭遇致命攻击 会自动释放金刚神光 能抵挡第二大劲强者权力一击 崔青和忽然淡淡开口 丁百户不如你也一起上吧 丁采玲如遭雷击 这几天用心讨好八戒千户大人 却没想到会是这样一个结果 另外两位百户也是不音不扬的说道 丁百户莫非你想抗命 采玲面如死灰 却也只能咬牙道 属下不敢 赵怀当即哈哈大笑 有丁百户助阵 这一场必定斩杀金面 四位百户越过那一道界限 就将丁采玲顶在了最前面 一只穿甲弩剑飞来 丁采玲身上的符印放出一层光照 弩剑被挡了下来 丁采玲稍稍松了一口气 忽然崔千户大喊一声 不好快躲开 一只弩剑急速飞来 箭头在眼中不断放大 丁采玲甚至来不及躲闪 就看那只弩剑直接贯穿其副 崔千户通过弩剑射来的方向 确定了金面杀神的位置 赵怀三人飞快而动 从三个方向扑向金面杀神 第二发弩剑将两名百户炸飞了出去 金面杀神不仅不慢反手摘下了斩马刀 锯刀入手的一刹那 一股强横的战意冲天而起 杀神一刀斩出 赵怀举起长枪奋力抵挡 扑的一声赵怀轰然倒了下去 校尉们惊得连退束 四位强大的百户请客之间被杀了得干净 崔千和脸色难看至极 三位心腹竟然全部折损在这里 其他手下正恐慌地看着自己 崔千和心里咯噔一下 看来我这个千户不想上一摇手 他深吸一口气 周围的天地元气翻涌 被他霸道地拿入体内 崔千和探手一抓 一道七尺大小的金色圆环浮现在整体 紧跟着飞出一道金轮 上面浮现出复杂的一纹 这是第三大镜才能施展的强横手段 男人身上的装备价值十个亿 竟被朝廷的官员盯上 为了将其占为己有 他亲自率兵前去抢夺 怎料对方却将其手下禁术歼灭 崔千和只能自己出马 面对密密麻麻的弩剑 崔千和手持金色法阵 抵挡住所有弩剑 左手一挥金轮转动起来 从其中射出一道道金光 对着金面杀神暴射而来 而此时在村子外挡哨中 云念迎捅了捅我的脸 一户我睡得这么死 昨晚没睡觉吗 而他却不知 我此时正在操控机关盗兵 与崔千和对战 崔千和的金轮转动越来越快 当中射出的金光也是越来越密集 稍不留神机关盗兵就要挨上一记 崔千和技能蓄力完成 见是不妙我操控机关盗兵转身逃窜 看到千和大人大发神威 外面的校尉们纷纷高步为千和大人助威 可是崔千和却渐渐感觉骑虎难下 只能紧紧追着机关盗兵不放 而我正感慨这份丘当真古怪 内部的高温已经使盗兵的关节开始融化 此时崔千和也的确痛苦 毕竟他也只是血肉之躯 心中早已升起了撤退的想法 忽然看到金面杀神全身冒火 崔千和迅速反应过来 本来以为你能免一坟秋的火 原来你只是耐受能力强那么一年 必须先把他那身宝物拿来再撤退 金面杀神跳入河中 崔千和紧随其后 猛然发现水下竟然有埋伏 竟然是一只三阶妖兽 我心想牺牲一台盗兵做幼儿野只了 此时崔千和才反应过来 原来金面杀神把我引来此处 是想让这妖兽与我同归欲尽 竟然如此只能背水一战 水下的激战轰得水面翻腾 敢来支援的校尉惊呼 如此威力难道是遇见 第四大径的强者吗 没意会水面漂浮出妖兽的尸体 而崔千和此时已经体力不支 呼叫岸上的人快拉本坐上岸 忽然水中冲出一只 长相奇怪的妖兽 一口便将崔千和薄火吞下 我的宠物隐藏着天大的秘密 因为他刚刚吞了我的上司 朝天司在调查坟丘事件上损兵折将 面对这种事情众人内心极度恐慌 生怕被定上办事不利之罪 而始作俑者的我正躺在村外睡大觉 我醒来懒洋洋的说了一声 那边的是基本完事了 云念尹一脸疑惑问我什么事情完成了 我故弄玄虚道 你马上就知道了 远看朝天司众人伤亡惨重 回来的人寥寥无几 白虎子孝卫表示 崔千和与众官员都被击灭杀神干掉 云念尹难以置信 崔千和可是第三大镜的强者就这么死了 如今云念尹算是此地的最高指挥官 众人表示愿为云总齐马首是斩 云念尹被拍得小脸通红 面对众人可怜巴巴的表情 一时不知如何是傲 他拍着胸脯表示事关重大 还是要先向上面汇报 众人抱拳跪地 恳求云总齐能救自己一命 我拉住云念尹转身离开 面对我的壁咚他显得很慌 害羞地问我要干嘛 我表示云长官这可不是什么好事 怎料他自己心里清楚 崔千和和四位百户的死 他们是故意把自己拱出来的 我没想到看他傻乎乎的心里还挺有数 他表示昨天联络了商务 只要能带大家撑过这段时间 自己就可以升任百户了 我想起他本事来自大家族 只要管理几天这个烂摊子便能生智 真是人比人气死人 我也一脸轻松 表示云长官你要加油啊 他却侧着身子看着我 可爱的说到我就这么一个手下 遇到困难也可以帮我的 喵 还要把自己最喜欢吃的草莓酥让给我 面对这么可爱的上司 我忍住了撸他的冲动 收了他的零食 我表示你的是我包了 转眼来到江边 一天不见小泥丘都胖成这样了 小泥丘告诉这是崔千和的储物袋 可这花袋子也太骚气了吧 我倒要看看这里装的什么 祈祷可别是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打开袋子的瞬间金光溢出 我惊讶地看着里面 我的宠物隐藏着天大的秘密 因为他刚刚吃了我的上司 我惊叹小泥丘现在已经胖成猪了 小泥丘告诉我 这是我上司崔千和的锦盒 我看着花袋子心想 这个男人品味有些诡异 于是我打开袋子一道宝光 从袋中射出 里面却存放着各种颜色的丝巾 居然还有小屁边 我无语这都是啥呀 看着不像是什么正经的法器啊 这不是女生佩戴的奉配吗 崔千和该不会是女装大佬吧 我不信找不到有用的东西 这应该是崔千和的四节法器 小泥丘却用须子缠住手链想要吃掉 我和矮道 等一会又恶不死你 再说这可是四节法器 你以为是大白菜吗 崔千和的储物袋里 还是有很多丹药和领域 有了这么多材料 小泥丘以后的伙食有着落了 听我这么说 小泥丘表示现在就想干饭 我举起两瓶丹药灌进小泥丘嘴里 小泥丘吃饱喝足后 一股股能量传输到我体内 124枚灵穴全部点燃 接下来就要冲击第三大进燃脉层次 我必须要加快修炼了 争取找个恰当的机会离开绝户村 万一新来的百户又让我去送死就难办了 而此时村子里来了一个神秘男人 还热情地和村子中人打招呼 村子里的人好奇男人为何不受这里邪气的影响 转眼男人便来到村后江边 这附近江中都是强大的三街妖兽 可男人不顾危险直接跳入江中 没过一会江面漂浮起大片妖兽的湿海 男人周身环绕着邪气沉坐在江顶 男子表示邪气越多自己就会变得越强大 还恶狠狠道 上次来抢股市竟然损失了两具法身 现在只能先吸收这里的邪气恢复实力 然后找机会击杀那个夺我法身的怪物 我的宠物不吃狗粮专吃妖兽 而且每餐还要吃一百只 妖兽们无不闻风丧感下的东躲西藏 可尽管如此附近江里的高阶妖兽 也被吃成了珍稀物 我看着胖成猪一样的小泥丘感慨道 小泥丘算是在这片水域称王啊 而我最近修为也精进很多 于是我叫上小泥丘先回村子看看 我发现村子出现了陌生人 应该是前段时间来的新人 可他为什么不受村中邪气的影响 正在我疑惑时看到了自己上司 我好奇你们怎么能进村了 云念影拿出一个牌子得意保 有这个辟邪令牌现在可以随意进村 他表示要去我家卫文 并吩咐手下去附近巡逻 我挠头道 我家穷的叮当响有什么好视察的 他却拉着我的手表示 家里藏人了这么怕我去 我推开家门喊道我回来了 于是转身躲在云念影身后 还没等云念影反应过来 便被突如其来的女孩顶飞了出去 疼得他呲牙咧嘴以为被蛮牛撞了 我妹妹一脸疑惑 刚才怎么撞的是个漂亮姐姐 我抓住妹妹孙长嫣赶紧道歉 并表示平时自己回家都是被这样问候的 云念影起身表示你妹妹天生神力 然后听到孙长嫣夸自己漂亮修的小脸痛苦 大方地送给妹妹自己最爱的草莓酥 然后一记摸头沙 转身开始数落我 看你妹妹眼光多好 我表示那是我教育的好 云念影和我斗嘴时还不忘这次来事办正事 于是严肃道 最近村子里又来了很多修士 我疑惑坟秋究竟有何机缘 引得如此多的修士前赴后继 云念影表示 里面有秘宝的消息也是最近流出 因为进去的人没有出来过 所以并不清楚里面有什么 忽然这时一对官差闯入喊道 有一伙神秘人出现 前线请求增援 我起身道 还是我去把你留下来指挥 送别我后没一会便听到有人敲门 云念影以为是我回来取东西 开门后却发现门前站着位陌生人 此人便是昨天将中猎杀妖兽 并吸收邪气的神秘人 这处上古魔神之墓内藏着金氏宝藏 得到他的人便能一桶三剑 因此吸引无数修行者前来探保 可进入神墓的人却无人能出来 为了避免事态扩大 朝天司派出官员对神墓坟秋进行封锁 可就在刚刚一对外出巡逻的官员禀报 有一伙神秘人闯入坟秋 于是我带人前去阻拦 却发现对方只有三个人 我上前按住白衣男子肩膀说道 前面是朝天司管辖禁区 劝你们不要过去 怎料白衣男子转身后跳 敞开白扇嗖嗖几道灵器向我冲来 嘴里还说道朝天司算个屁 让我别多管闲事 面对突如其来的攻击我狼狈躲开 心想还是让我的盗兵来招待他 我传唤出盗兵精灭杀神 白衣青年说我不弄玄虚 命令手下拿下此人 盗兵发动是神奴 剑语如暴影射出 瞬间将对方两人插成刺猬 男子轻蔑一笑表示有点意思 剑他手掌中飞出一柄青色小剑 宝剑瞬间飞出并不断变大 犹如苍蝇般灵力 一剑贯穿道兵胸膛 我心想这不就是我想要的飞剑吗 白衣青年一剑得手更是嚣张到 被小爷吓得不敢动了吧 而我此时心里在想怎么把他的剑搞来 剑我毫无反应 他便控制飞剑射来 速度之快让我没有多余时间躲避 我险些躲开 却还是被剑气伤到手臂 我开启手中灵气锁链 伸手甩出锁链变粗变长 白衣男子祭出飞剑大吼技能 苍蝇机 灵气锁链牢牢缠住大鸟 于是我快速飞身上前 还没等他反应过来 我便开启宝葫芦喷出三位真火 火焰瞬间燃变其全身 最后男子只能为自己的傲慢买了单 我拿起宝剑高兴的 终于得到了梦寐以求的飞剑 忽然我感觉背后冰凉 转身一看原来是老校尉 怎料老校尉突然跳起飞扑向我 他的手指还诡异地长出尖锐的指甲 这个村子的人全部变成了魔物 朝底派出了两位高手来铲除妖魔 最后纷纷命丧于此 就在前不久第三位千户前来坐镇 云念颖迫不及待把任务交给新来的千户大人 怎料一见面千户大人便夸赞 云总其临危受命 在这样险恶的形势下 能够力保手下不再损失 当真是一位能力出众的人才 七广路一开口 云念颖就知道这千户大人是家族派来的人 夸得他自己都不好意思了 他谦虚了几句之后 将村子内外的情况详细地跟七广路交代 七广路想了想到 有崔青和这前车之鉴 本千户不会轻举妄动 怎料他们刚一进村 层层邪气迷雾便落下 大量魔器封锁了村子 有几个校尉转身想要退出去 却骇然发现身后灰蒙蒙一片 已经不见了道路 甚至连村子都看不到 七广路大叫不要慌乱 随后他便催动灵气 声音中带着某种秘法 朝天司众人听得心头一定 几个总旗和云念颖一起 聚到了七广路身边 他表示村中出现了魔物 所有人备战 云念颖一货有魔物之前 自己为何没有发现 七广路招呼众人催动避邪铁 避邪铁服专客制妖魔邪碎 黑暗中一双双诡异的眼睛盯着众人 云念颖想起小长烟还一个人在家 毫不犹豫冲出了防护圈前去营救 顺利来到房前去发现外面早已魔物 只能先收拾掉这些挡在前面的家伙 魔物嗅到人类的气味很吃兴奋 全部朝着云念颖托来 却被云念颖放出的灵气 捆个结结实实 刷刷几件便将其解决 看着地上的魔物 他心想本小姐也是很强的吗 若不是之前未能凝聚一吻 才不会落后于那个家伙 忽然想起自己是来救人的 于是匆忙地向房子跑去 开门的一瞬间他一惊 房间内竟然也有一只魔物 他心慌小长烟可不要有事 于是挥剑干掉魔物 对着房间呼喊小女孩的名字 他心慌女孩莫非已经遭遇不测 这时厨房传来轻微的响声 炉灶下露出了一双眼睛 于念颖试探地呼唤了一声小长烟 却从锅里探出一只手 吓得于念颖含毛到里 小长烟露出头来 哭着说自己被吓得只能躲在锅里 于念颖抱着小长烟安慰 然后准备带着小女孩先离开这 怎料推开门后外面的情况让他一惊 不知何时房间已经围满了密密麻麻的魔物 这个村子的村民全部被魔化 为了避免事态扩大 朝廷派出强大修士前来铲除邪魔 结果却中了妖魔的埋伏 七千户命令众人拿好避邪铁牌防护 而操控这一切的邪魔打算亲自出手 瞬间无数魔器朝七千户冲去 在避邪铁牌的阻挡下魔器暂时被抵挡住 随着魔器不断侵入 铁牌如蜘蛛网般裂开 七千户急忙发动护体钢器 护住了身后众人 将灵器赋予刀身 大吼道 所有人给我身后杀出去 邪魔心想此人实力不凡 魔化后必定会更加强大 魔器充破阻碍侵入千户体面 心智清醒的最后一刻 他无法相信这会出现如此强大的鬼秀 邪魔得手后顿感兴奋 最后该收拾这两个小家伙 转眼看到云念影和小长烟被躲在门外 眼看魔器越来越近 云念影发动避邪铁牌来阻挡魔器 怎料实力悬殊瞬间铁牌粉碎 他心中绝望自己真要死在这了吗 忽然金光乍线驱散了魔器 关键时刻我带着硬宝骨神灯及时出现 见二人没有被魔化 我用锁链围成一个圈 让他和妹妹在圈内别出去 然后抽出自己刚获得的宝剑 准备出去清理掉外面的妖怪 有了宝剑的加持果然战力提升了一大截 而声音也将附近的妖怪全部吸引了过来 只听轰的一声金光四射 全部妖怪被金光阵飞出去 我催动宝铁 命令众小魔全部跪下 小魔被强大法器控制无法动弹 最后被我轻松斩尽 邪魔剑我出现准备使用强大魔怪 我回头发现身后不知何时出现魔器漩涡 提起宝剑奋力抵挡魔器 云面影透过魔器发现前面出现魁梧身影 烟雾散尽他惊讶发现怪物竟然是七千户大人 我收服了所有妖怪做小弟 邪魔剑手下全被我控制 便派出了手下最强魔化战士 而他却绑架了村长逃往坟丘的方向 魔化后的七千户早已丧失心智 挥刀便向我冲来 我奋力抵挡同时心中暗谈 刀位置锋刃先行 这家伙不好对付 于是我催动灵力放出飞剑 没想到飞剑竟然被七千户轻松挡下 魔器顺着剑身缠住了剑气化力 我按道不好 这是要逼我出绝招 我轻拍胸旁一抹金光浮现 七千户见我不敌狂笑着举刀蓄力 准备酝酿大招 我举手祭出金龙宝印 将宝印玄斧头上冲向七千户 来到身前我举剑变刺 然后大吼一声定 七千户明显身体失控无法动弹 眼看一剑刺下去被一股黄蜂挡住 我的剑竟然无法前进封吼 获得身体控制后 七千户挥刀将我击脱 看来若是不能破开他的防御牌甲 根本无法伤到他 此时七千户抽出一把魔器缭绕的扇子 于念影急忙喊道 小心那是他的本命法器 魂天而空扇 风扇挥出的瞬间强大的气浪如刀刃般袭来 我狼狈躲闪并心中暗响 他的攻击手段以风为主 那我便以其人之道环置其人之身 再次运动锁链控制住他 我取出宝葫芦给我吸了他的风 扛着已经吸满后的葫芦大吼 火界风势 看我心机能举火聊天 火焰喷射而出 明显比以往威力更强 秉承着趁他并要他命的理念 我提剑便冲过去准备补刀 一剑便将其贯穿 七千户也没想到自己竟然没能活到第三季 我的顶头上次被恶魔操控 变成了专吃女人的妖怪 为了营救被困的云念颖和妹妹 我用尽浑身解数 最后将其一剑毙命 看着七千户身体如石块般碎裂 转身却看到妹妹惊恐的眼神 回头发现七千户本衣粉碎的躯体 正向头部挥鼻 没想到他竟然是不死生物 说不定令千中的死亡之力能克制他 面对死亡之力 不死生物也只能乖乖融化 终于解决完这一切了 云念颖怯气鼓鼓站在我面前 并质问我原来这么厉害还瞒着自己 忽然小长烟打断在争论的二人 手指向坟秋方向 只见恶魔操控着成群的妖兽 奔着坟秋冲去 我急忙喊道 赶紧撤 这已经不是我们这种小角色能应付的 就在我们马上就要逃出村子时 却砰的一声给谭飞出去 痛得我捂着鼻子问候了他全体家人 云念颖表示有人不想让我们出去 在此布置了结解 小长烟不知从哪里抽出个铲子 想要挖洞出去 挖了梅一会便返回来 无奈到地下也有结界 而我掏出宝葫芦 我就不幸打不破这个龟壳 并让小泥丘准备好剑丸 包含着无穷威力的剑丸轰射在结界上 竟然没有击破结界 于是我告诉小泥丘 咱家现在就指望你了 这次要使出干饭的劲 于是我俩戴上了护目镜防止眼部灼烧 扛起宝葫芦小泥丘蓄力完成 四枚剑丸喷出威力竟然达到了惊人的四十倍 成功轰碎了结界可以出去了 就在我高兴解脱时却远远看到 村长和姚四叔他们竟然被恶魔绑走了 我愤怒地握紧拳头发誓一定要救出他们 男孩的父母死在这个最冷的冬天 年幼的我抱着妹妹以为熬不过这个冬季 但是村长和姚四叔给了我活下去的动力 他们虽然不是什么大英雄 而且只是最普通的小老百姓 在我最艰难的时候教会我如何生存下去 而就在刚刚这该死的恶魔却将他们绑走 我发誓一定要救他们回来 云念影不懂 你根本就不是恶魔的对手还要去 我抱着妹妹告诉她跟着云姐姐走 自己会带着姚四叔回来 并认真的对云念影说 我们也算得上好友吧 云念影哭着打断我喊道 我是你上司 我命令你不许去 我自顾自地交代道 拜托你带我妹妹离开 照顾好她 没等她回答 我转身便朝着坟丘方向冲去 云念影看着我远去的身影心中祈祷 混蛋 你一定要活着回来 而此时恶魔操纵着无数妖兽抵达坟丘 恶魔得意道 终于等到这一天了 而坟丘外正被一道强大的结界鲁罩 此时恶魔嘴中念叨 我的童族们让你们久等了 原来结界中竟然封印着众多强大的妖兽 而结界的正上方却悬浮着五雷八卦阵 恶魔丢出半块钥匙石浮 石浮影响了五雷八卦的运行 并且结界中的能量正在逐渐减弱 封印中的妖兽眼看结界失效异常兴奋 恶魔眼见效果达到就差接下来的忌品 姚四叔怒骂道 恶魔你这样做会下地狱的 恶魔哈哈大笑 想诅咒我下辈子吧 说着便将姚四叔他们丢到妖兽群中 面对着下方张开血盆大口的妖怪 姚四叔心想自己终究是要死在这里 只是没想到死得这么窝囊 男孩从小无父无母独自带着妹妹 多亏了村子里的书辈们 才没有在这个冬天被冻死 并被叔叔们抚养长大成人 而就在刚刚这个恶魔却绑走了他的叔叔 还要将其投为封印中的妖怪 而对于被封印的魔物来说 这可都是大物 姚四叔绝望地闭上了双眼 一道锁链的声音传来 姚四叔感觉到腰上一颈下坠的势头被指住 然后被横向拉扯回去 姚四叔恶然睁开双眼看着眼前的人 救了自己的人竟然是他们看着长大的孩子 我赶紧让他们离开坟丘 而我的灵气只能护住他们一刻钟 姚四叔也是果断之人转身变向坟丘外跑去 他知道自己留下也只会变成雷尊 恶魔惊叹我竟然还活着 我表示自己命运的很让你失望了 恶魔恶狠狠道 之前你毁了我一句分身今日你必死 我惊讶原来那试图抢夺前朝古诗的鬼影是你 也明白这一切早就是恶魔谋化好的 被我识破恶魔也不再隐瞒 是他放出了坟丘又秘宝的谣言 然后吸引愚蠢的修士来探寻这封印的真正位置 忽然他大吼一声 知道的这么多也该送你上路了 然后诡异地从嘴里 吐出了一颗篮球大小的黑色红纹的怪弹 怪弹落地变成一头十丈高的巨型魔物 张牙舞爪地向我冲来 我心念一动开启飞剑技能苍蝇机准备迎战 无往不利的飞剑正中魔物胸口 怎料飞剑进去容易 拔出来却很难 魔物丝毫不受影响一拳狠狠砸下 恶魔嘲讽道 就凭一柄飞剑也想搞坏我的傀儡 魔物闷哼一声飞剑被抽离出来 我顺利收回飞剑 回头发现魔物轮着拳头已经冲到我面前 简简单单一拳便将我轰飞树尸 我连忙召唤出自己的傀儡道兵 心中暗想必须全力以赴才有活下去的机会 随后便和道兵一起冲上去 魔物发出嘎嘎怪叫转头 变出了一副白色脸 然后一溜烟地从魔物身上分离出去 我惊讶这东西还能这么玩 一剑挡开袭来的无名物体 再看魔物肩上不知何时蹲着一个白色傀儡 恶魔继续嘲讽 还有什么花招赶紧使出来吧 我不再藏丝掏出宝卜 小泥丘别睡了该你出场了 只见一只肥嘟嘟猿滚滚的大肥鱼跳出 我的宠物隐藏着天大的秘密 凡是被他吞噬后的妖怪 都会转化成能量传输到我体内 于是我准备放出小泥丘吞了这个妖怪 经历过几次大战 小泥丘的体型明显比以前胖了不少 妖怪怎么也想不到我居然还藏了一头凶手 也明白为何之前的分身都是被他吞了 大战一触即发 我掏出灵盾操控道兵准备迎战 白色傀儡张牙舞爪的迎面向我重来 我掏出宝印形成一道灵气结界 却被白傀儡一掌轻松破开 险些被他攻击到 我心想好快的速度 大胤居然压制不住他 面对再次袭来的白傀儡 我扛起葫芦喷出三位真火将其逼退 没想到这傀儡竟然怕我 将其轰开后我转头看向小泥丘 怎料小泥丘战况不利 正在被黑傀儡追着他 小泥丘从来没被如此羞辱过 愤怒的他使出了最强绝招螺旋剑吻 准确无误地轰在了黑傀儡身上 小泥丘也没想到这么轻松 就将这黑胖子解决掉了 烟雾散开黑傀儡竟然毫发畏锁 小泥丘刚想溜却被傀儡一把抓住尾巴 疯狂朝地面反复抡杂 我惊讶小泥丘竟然无还手之力 只能被动挨打 这么强的敌人自己还是第一次遇见 此时我和盗兵都被白傀儡困住 根本无法去救援 而远在村子后山洞中的云念影 透过传送令牌知晓 我此时已经陷入险境 小长烟担心到哥哥他会赢吗 为了安抚小长烟 他表示我们要相信他 其实连他自己也不相信自己说的话 明显妖怪的境界更高强 这样拖下去他一定会死的 像是心中做了什么重大的决定 云念影心想为了救他 我只能用这个东西 于是他咬破嘴唇祭出一丝精血 女孩第一次不穿内衣外出执行任务 就遇见了专吃女人的妖怪 而他唯一的手下为了掩护他撤离 独自一个人硬抗妖怪攻击 想起自己每次都是被他所救 云念影暗暗发誓这次换自己来守护他 见他掏出了一个檀木锦盒 拿出了父亲花了十万领域 托人炼制的保命服务 激活后可以短暂时间拥有第三大径的实力 而这也是他的最后底牌 精纯的灵气治愈服中涌出 在灵气地改造下云念影的实力直线飙升 此时的云念影已然进入了第三大径 小长烟心起到 云姐姐竟然变成仙女了 云念影随手布下防御法阵 为了保护女孩的安全 并将阵眼交给小长烟 小长烟期盼云念影能带自己哥哥回来 宠溺地安抚了一下小长烟 云念影宝剑一横表示 终于轮到自己去救他 而另一边的战场上 我被白傀儡打的姐姐败吞 小泥丘也被黑傀儡紧紧困住 眼看小泥丘被捏得缺氧晕菌 我边打边喊 别光挨打用上次对付鬼影的绝招 被我唤醒后小泥丘猛地一吸 黑傀儡的身体被小泥丘疯狂吞噬 妖怪按道不好 自己强壮的黑傀儡转眼就被吞噬成细狗了 小泥丘表示味道还不错 就是有点油腻 见有效果我连忙让小泥丘快来把这个也吸了 吓得妖怪赶紧召回傀儡融入身体 竟敢毁掉我法身 我要将你和那条臭鱼一起裂成傀儡 我按道不好 往往合体后都会比较强大 必须要阻止他 可惜已经来不及了 合体后的妖怪整体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大吼道要将这肥鱼做成肥鱼罐头 我的宠物隐藏着天大的秘密 凡是被他吞噬的怪物 都会转化成能量传输到我体内 妖怪眼看自己的小弟被小泥丘吸成细口 吓得他急忙召回傀儡融入自己的体内 并且融合成更加强大的妖怪 我心想之前对抗已经很勉强了 现在根本就打不过 这时眼前突然出现一位白发少女 大喊别发愣了赶紧放火烧他压的 我扛起宝葫芦对着妖怪狂喷 转身疑惑问道 姑娘你看起来很眼熟啊 听口音是京城来的吧 他气急败坏地对我吼道 我是你上司云念影 连我都认不出来 亏我还拼命来救你 放心本座和小长烟承诺 会帮你除掉这个怪物 然后安全地带你回去 我心领神会为了云长官的承诺 这一战我们不能输 妖怪嘲讽好一对亡命鸳鸯 没听说过秀恩爱死的快吗 云念影怒视妖怪 在避避老娘必然摘了你扁桃体 妖怪没料到这女人的性格如此刚烈 自己竟然好喜欢 趁她分神小倪秋一口狠狠咬在对方腿上 妖怪怒骂道 你这条鱼怎么这么狗 反手一锤轰退小倪秋 看准时间我和云念影 准备解决这麻烦的妖怪 面对两人异于群殴 妖怪挥起大锤轰散攻势 没想到目标竟然是我 一锤砸在我的下巴上 疼得我呲牙咧嘴 暗想他怎么专盯着我打 还好自己血后抗走 小倪秋庆幸还好自己走位灵活躲开 我拉起锁链表示 既然你这么灵活那么接下来就靠你了 另一边云念影被逼出了大招 开启了云竹剑技风云九重剑 绿色的剑气横扫整个战场 妖怪嘲讽你的大招很帅 只可惜威力太弱了简直不堪一击 老子还是送你去下面好好修炼吧 眼看护身灵顿就要被妖怪攻破 我骑着小倪秋及时赶到准备救走云念影 妖怪嘲讽在实力面前一切诡计都是无用的 一剑便将两人一鱼拍飞了出去 乖乖投降本作可以让你们走轻松点 我的宠物隐藏着天大的秘密 只要被他吃掉的妖怪 都会转化成能量传输到我体内 趁着小倪秋缠住怪物我和云念影双剑合并 它使出家传绝技风云九重剑 我开启绝招横冲直撞大肥鱼 妖怪嘲讽就转 还想取我脑瓜篮简直做梦 于是反手一剑将二人一鱼批飞数五 面对如此强悍的妖怪二人动感无力 云念影表示自己还有最后一剑法宝 但是需要你配合为我争取时间来开启秘密 妖怪却根本没有给我们时间商量 冲上来就是一刀 我驾驶小倪秋劲全力挡住 然后开启全部法宝 准备死也要困住他 显然在众多法宝的控制下妖怪也不好说 此时云念影念动法绝 天地为以 好气长存 诸天剑刃 你 灵力汇聚剑身 云念影坚信这次一定干掉妖怪 只见他大吼一声去把剑林曼 无数飞剑从法阵中射出 妖怪没想到自己引以为傲的肉身防御竟被破了 我兴奋终于突破他的防御 看来还得加大穿刺伤害才行 于是我想起小倪秋可以吐火丸 咱们给那家伙送一波大力 于是我温柔地将小倪秋抱在怀里 猛地将葫芦里的弹丸全部灌进他嘴 云念影表示你俩别亲热了我快支撑不住 怪物的伤口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愈合 我大吼快攻击他就趁现在 小倪秋瞬间喷出树道火弹丸 一千度高温的火弹丸狠狠地轰在妖怪身上 炽热的伤害让妖怪的伤口无法愈合 见到效果明显我叫上云念影一起上 二人抡起宝剑冲上去准备一举解决掉这个麻烦 面对二人合击怪物划手为刀 我一剑劈出大吼再干不掉你我就吃不吃事 我的宠物不吃狗粮专吃妖怪 而且每餐都要吃强大的妖兽 为了保住自己的小命妖兽只能拼死反抗 小倪秋看准时间放出生平绝取火榴弹 炽热的火弹将妖兽重伤 我和云念影秉承着趁他 并要他命的原则冲上去 妖怪还纳闷着两个人类竟然如此卑鄙 见他还有闲心骂人我反手又是一剑 修炼了上千年妖怪也没想到 最后竟然栽在了一位村民手 云念影的禁数时间已过身体也变回原状 小倪秋急不可耐地表示 这只妖怪能给自己吗 面对小倪秋的热情 我推开他的后嘴唇让他去吃吧 得到我的允许小倪秋兴奋地来到妖怪生前 一口便将妖怪整个吞下 而此时使用禁数后的云念影也在被粉饰 我急忙抱住他开起古神灯来 稳住他的魂魄 他虚弱地倒在我怀里 而且他看到了小倪秋吞掉了妖怪 我想起自己是第一次让外人看到小倪秋 我说这家伙是本地特产的妖兽 他肯定不会死 于是我编造他是我的玉兽 小时候捡回来的 平时只知道吃 听到是我的玉兽他并没有多怀疑 我岔开话题 自己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到坟丘 竟然是被刚才的妖怪给骗进来的 想不到会让这么多修饰命丧于此 小倪秋却注意到前面好像有情况 竟然是结界的封印法正开始崩解了 我按道不好 结界失效内部的妖兽就要冲出来 轰得一声中妖兽冲阔结界 此前封印中可都是封印了数万强大的妖兽 而且如此多的数量全部逃脱出来 这世间可要遭殃了 怎料却看到妖怪向自己的方向袭来 我抱起于念影准备开溜 那么我身上也没什么肉怎么都来追我 眼看妖怪们越来越近 情急之下小倪秋一个急刹车 转身就要冲上去和妖怪们拼了 我的宠物竟然不吃狗粮 却专门喜欢吃法宝和妖兽 而被他吞噬的东西 都会转化成能量传输到我体内 就在刚刚一大群妖兽追着要吃我 眼看妖兽越来越近 小倪秋转身就要冲上去和众妖兽火兵 并且用上了他的最强绝学星火连弹 强大的火力直接轰退眼前的妖兽 小倪秋猛的一跳五百斤重的身体高高跃起 一口便咬破了之前妖怪用来困住法阵的屏障 屏障被迫法阵未能瞬间爆发 无数条金色锁链至八卦中飞出 牢牢地困住了下方蠢蠢欲动的众多强大妖兽 见到妖兽重新被法阵控制住 我终于松了一口气 这次小命总算保住了 正当我放松警惕时 忽然五雷八卦阵中一道金光袭来 我惊讶这还有完没完了 怎料金光如同蟒蛇一般缠绕在我手臂上 正当我以为自己这条手臂要保不住时 却感觉到这气息十分温和 完全没有伤害我的意思 我突然醒悟 难道这是焚秋法阵内困住妖兽的锁链 这锁链难道是焚秋法阵送给我呢 没想到这五雷八卦阵竟然已经产生了意识 莫非已经衍生出了阵灵 正当我陷入头脑风暴的时候 小倪秋安然无恙地飞奔回来 怎料速度太快来不及 刹车直接将我撞飞了出去 灵力荡然无存的我直接晕掘 这时远处正有一伙人朝着飞来 来人竟然是朝天司新派来的特使大人 云念影呼唤众人快来救人 转眼我醒来却发现眼前环境很是陌生 看到妹妹平安无事 我搓了搓小长烟奈飞嘟嘟的脸 见我醒来妹妹哭地扑到我怀里 说我已经睡了三天 再醒不过来哥哥就要变成植物了 并火急火燎地跑去告诉云念影 我醒了 我无奈到这丫头什么时候 和云念影变得这么情 这时肚子却不争气地咕噜咕噜叫个不停 要不自己先淡饭 估计是之前消耗太大 要不也不至于如此饥饿 正当我大快躲一地淡饭却听到有人进来 转头发现竟然见到一位美若天仙的女子飘了进